他是真可愛 唉唷 就是什麼都好 就只有一件事情不行了 什麼不行 就可愛到不行 阿強很自戀啊 我就是把他看成就是男生 所以我也看不出他自戀 在你面前一直提前任呢 這個我也不太行 他們很辣進來說 教練 今天要湊死我 好方便喔 為什麼我見證明 每天在我沒有遇過這五男 我在旁邊有傻眼耶 我想當教練喔 可惡 多美 說沒事的 當然也是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黑特女人一定有他 黑特是什麼 黑特就是 表特就是好的 黑特就是不好的 那女人公敵又是什麼 像是 應該有 對啊 這種都是女人公敵 妳應該不是啦 應該算不是吧 這個表情蠻像的 真的 綠茶表最會裝無辜的 什麼是綠茶 這個很多女生看到這樣 給她巴掌 對啊 好 我們今天呢 幾位都是 我看 哇 超級公敵 他們都沒有擦傷力耶 他們都是被貼標籤的 他們私底下 然後挖每個 來來來 我們來歡迎女人公敵們 思佳姐 來 我要是女朋友 朱土潘 還有林某 好 男人代表 好像也是公敵喔 對啊 看起來很美啊 大家的季度很美 公敵界的美魔女 陳芳 好 終於有人說出這個稱號 有有 那個 公敵界的帥哥 李維蜂 大家好 大家好 來 因為被貼上這個標籤 害你出了什麼事 來 這不是標籤 這不是標籤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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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 那一張是你的名片吧 我算是 我算是跟思佳姐 出去她包包裡面都是槍啊 對啊 槍跟鈔票喔 你剛剛叫她撕東西 我們都會怕 對啊 我跟你們說 這些觀眾都分不清楚 什麼叫做玩笑話跟效果 他們 很多時候節目要負負點責任 一定跟你帶頭 不是喔 突然就沒有人 把我的話當真 真的 我非常內心話 我講真話 人家當時我在講假話 真的嗎 我講假話人家當我在講笑話 有一天我在講笑話 他們又當真了 我也當真 很困難喔 對啊 好辛苦喔 也是滿累 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長相的關係 就算我不講話 別人都覺得我好像會 他會對很多事情有意見 如果跟我不熟 或者是沒有相處過的人 他可能就會覺得 之類的 你知道女生會有很多群組 女生最喜歡什麼 約出去 那你知道一群女生要約就很累 一下這個不行 一下那個不行 因為我現在有小孩的關係 所以我的時間就會 可能週末比較不行 然後我只要一講時間 他們底下就會有人 因為不好意思回 那個妳的時間他們不行 對 病人就是說 他們也不敢先約時間 他們就要 然後我也會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說 沒事… 不然這樣子 就算我不去也沒關係 你們自己約嘛 對啊 對 好壞 你說沒事就說要出事情 他自己生氣了 自己生氣 沒事… 他們想像中是說 沒事…你們自己約啊 都可以 而且我後來發現就是 你知道如果說 一票女生出去的時候 那你知道女生有的時候 他們都單身嘛 有的時候他們就是想要喝醉 因為喝醉就是會有局 沒錯 對不對 然後我會阻止他們喝醉 因為我就像一個媽媽一樣 我就說 你不要喝那麼多 等一下會出事 他那天就是想要搞事情 然後我就會一直說 你不要喝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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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腿打開的時候 我還會說 你硬要喝醉 你不要喝那麼多 你不要喝那麼多 他腿打開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 他超級了吧 不是 人家就趁幾分酒意要打開 你要給他喝醉 對 然後… 然後你喝起來他會開… 他喝起來他會開 你快累了 然後可能我坐在那邊 男生也不好意思 過來跟他們搭訕 男生都超怕這種的 對 就是覺得他很兇 對 對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那我後來就發現就是 這種局我還是不要去好 他們就自己 自己玩 對 他們自己玩 他們自己戳什麼事 他們自己負責 反正他們都長大了吧 這個我有一點感同身手 大姐頭的好朋友 他就是保護力比較強 那通常這種姊姊 他其實很直接 他不會跟你拐彎抹角 比如說 你腿要打開的時候 他不會說 那你那個腿要不要 是要合起來一點點 他不會這樣講 他會說 對 走一種四海間竹簾的這種 姊姊 姊姊 腿開前就來 你不知道嗎 撲桌 撲起來 對對對 像那種大姐頭都很直接 他是不是會走比較適 那他會容易 不小心傷害到別人 你知道嗎 可是他其實好意 那種大姐頭酒量都很好 每次都幫忙擋酒 說姊幫你喝 沒錯 老年我自己就想喝了 真的假如會嗎 你右邊會有什麼標籤 那個茶妹 我覺得是因為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影響 我覺得是 對 因為其實 他現在越來越長大姐頭 大姐頭酸 你看 他講話很直接 我是說 我認識他的人嘛 所以玉琳哥或智希很熟我的 你就會知道 我這個個性完全沒辦法 你根本不綠茶妹 我根本沒辦法 你根本就是林家妹 這是我這篇大姐頭耶 是嗎 因為我個性很強 你也有一點這樣子 對啊 不然你講一句 我現在演那個女生 我現在演這個女生 因為我是不喝酒的大姐頭 比較少看到那種場面 你不喝酒是不是 對 我不喝酒 那更兇耶 OK 更兇 對啊對啊 因為你一定直接就動手啊 或什麼 不會啦 那個阿比很溫柔的 我不是溫柔耶 他真的是大姐頭 因為我們剛剛在休息 他就說 他就說阿本 我最近賺很多錢 來加入我的工位 然後我就過去 我就過去拿手機 有 可以加LINE嗎 沒有 而且阿比是這樣 給他掃一下 沒有 有什麼事你聯繫我就好 他說 來 我拉個LINE群 對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而且阿比講得到還翹腳 還翹腳 他講的綠茶表 我覺得綠茶有個定義是 他一定要很會裝無辜 然後又會 就是很受害者 很脆弱 柔柔柔 而且要一問三不知 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因為我就很喜歡保護別人 然後這綠茶表 因為之前好像在別的節目有聊過 就下面刷一排留言說 到底本身就是茶王啊 什麼 就是這種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你們是 有在我的線 是認識你嗎 對啊 你們又不認識我 然後我前陣子有個朋友 推薦我去上一個塔羅牌 就說那個老師很準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結果我去那個老師 態度就對我不是很好 老師是女生嗎 老師是男的 男生 是一個中年大師 我就說 老師我想看一下就是 我最近有沒有什麼 宇宙要給我的訊息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會算塔羅 但是他那個牌 比較不是一般塔羅牌 然後我就翻了 我也看不懂那是什麼 他就說 你最近要小心著 感情不順 然後我說真的喔 可是我沒有感情 要怎麼不順 他說 然後我就說 就是很多人想上你 然後我就說 可是老師這樣算不順嗎 很多人想上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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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說 很多人想上你 好像塔裡上不到 老師本來 所以這樣很不順 我就說 可是他們想上 我不代表我要給他們上 然後他就轉頭看我朋友說 你不覺得他長得 就一臉小三臉 然後就 然後我就說 老師可是我個性那麼強勢 我沒有辦法當小 不是 我想問一下 正常塔羅老師是可以這樣聊天嗎 不行啊 誰那麼強啊 可能真的不認識我的人 看到我的臉 或者是聽到我的聲音 就會覺得 我好像就是偏那個 我懂他 因為我也會一直被說裝可愛啊 我私下 私底下的打扮 是一點都不可愛 我也是 我很討厭粉紅色 我也是 然後我也很討厭綁兩隻 那你現在是 那你現在是 好像在抱怨髮型師 對啊 我很討厭 但其實大家就是會 因為我有時候習慣 思考的時候 我會堵嘴 就這樣 喔 那這就是可愛啊 但真的也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可愛啊 真的 真的 就為什麼我這都可愛 我也是很困擾 這樣不是裝啦 它就是昏然天成 它是真可愛 唉唷 有動力的那個 有有 所以我常讚美他 我說很怪啊 就是 對 就是什麼都好 結果只有一件事情不行 什麼不行 他講的那個 專連男子就是我本人 對 像他們兩個都私底下個性 其實很好相處 很大大大 所以可愛的外表那種就沒有感覺 就是 其實他如果稍微有一點可愛的感覺 你也不會覺得他是做做 對 可是有一些女生她是那種 譬如說她坐在那裡 就坐在那裡就好 她就會坐在那裡就在那裡 然後腳位一直晃 就想說 好啦 停住 忍不住 手會彈琴啊 手會彈琴啊 就不知道你那裡彈琴 然後有一些是看到 本來就是滿Man的 就本來還自己在那裡弄東西什麼 然後只要有帥哥 男生進來就說 怎麼不會啊 然後飲水機 有的就是看到那種帥哥來就 怎麼都沒有水出來什麼 對 然後那個就 他們都按下去就好啦 這種就真的很律長 這種有的是 我方過跟妹妹講電話 很大聲 給我小心一點 我去教訓你 然後帥哥來 那這手機怎麼掛斷 我不會啊 對啊 不是 不是 就是他 沒有你們想像這麼昏庸啦 對 有的女生 哥哥 他拿一包可樂果 蠶豆酥 打不開 怎麼會打不開 哪來 砰啊 哥哥你是英雄 我想說 你被貼的標籤是什麼 就是你本人 我不笑的時候 跟思嘉姐很像 就是氣場很強 對啊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說 我不笑就是在不開心 很兇 但其實真的沒有 我不笑的時候可能在想說 我等一下晚餐要訂什麼 對 你們 好恐怖喔 你們兩個一起靠近然後不笑 小比 小比真的好可愛 小比真的好可愛 完全不會很臭耶 好無辜的感覺 而且我只要到一個 沒有人認識的新環境 都不會有女生主動跟我講話 然後我們很常去那種 很多女生的生日聚會有沒有 受新用具 而且我酒量又不好 我看起來 我看起來超會喝 我連喝那種麻油雞那種 我都會喝 我也是 好反差喔 一杯都不能碰 一杯都不碰 然後會配雪茄的那一杯 對 我有一次去 朋友的生日聚會 就一群女生 然後大家就是拿調酒在那邊 媽 我們來喝一杯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交 你一定要 她們是迅猛人是不是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手機跟腳 幫我拍張 所以妳受不了人家這樣 第一是受不了人家這樣 第二是我酒量本來就不好 我覺得可能拿個調酒 就是一絲一絲 抿及口罩 一整晚都拿那一杯 對 一整晚都拿這一杯 而且那時候我又剛下通告 外景 然後超累 很累 然後很累的時候呢 我就會坐在旁邊滑手機 然後調酒就放在旁邊 然後這樣 玩得過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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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不爽 就會有一群女生 吸吸鼠吸鼠 就這樣 那是舒子晨 她是喔 那是舒子晨 出來完還不開心 她幹嘛出來 她臉很臭 她以為她很大牌 就是會有這種吸吸鼠吸鼠 而且都會被妳聽見 我不知道她們是喝醉了 她在滑手機 她在記著耳朵是 然後她們就會說 然後她們就會說 子晨姐姐 我們跟妳敬一杯 還是要假 對 我們跟妳敬一杯這樣 然後我就可能拿著手機 我就說 我不喝酒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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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兇了 對啊 妳的問題在於 妳的臉 不是笑臉那一種 對 妳這個妝容我要改變妳 妳是喔 要怎麼畫 妳那個腿就畫到這樣 畫畫 小腿 對 就有那笑的感覺 笑到妳發痕 笑到妳 就像妳畫這樣 人家還是覺得毛骨腫 對啊 這也好啊 來 這位就厲害了喔 檸檬 好 來 妳被貼標籤是什麼呢 大家都說呢 我是狐狸精 對 我已經來了 真的 她外型很吃虧 拉隊一字排開 妳如果一般女生來選 誰是狐狸精 我跟妳講 大家看妳 妳啦 大家看妳 妳這麼兇嗎 她們都說我長得很像小三 因為就是之前呢 就是我們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跟男生拍一些 舞蹈的影片 然後就是那個男生 他可能是有女朋友的 然後他回去的時候呢 就跟她的女朋友說 我今天有跟那個檸檬啊 一起合作 她就給她看一下我的IG 然後就看一下她就 可能她女朋友就 臉色大便 她就覺得說 臉色大便 對 對 就是妳無法形容那個臉色 就是看數字 對 臉色大便 然後就說 這女的一定是小三 最好是給我離她遠一點 最好是給我離她遠一點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 知道啊 離她的男朋友 離我遠一點 然後呢 之後呢就是因為 我們球賽的頒表都是公開的 那我就是 在騎摩托車回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一直有人 離我很近 我就騎快一點 他就跟我騎很快 然後我想說放慢 他就跟我放慢 對 然後我想說 我就來個S型 快來個S型 要維持這樣的一個節奏 必須是 憲兵典的那一種 然後放慢 摩扁典的整齊度 對 他就是跟我這樣子 然後我還差點就是被他弄 就是差點出車或這樣 然後後來我回到家之後呢 那個 我們那個男生朋友 他就跟我說 就是檸檬不好意思 要跟你說對不起 就是他的女朋友 就是他找了他一些姐妹 然後 一起來調查我 就是他想要知道說 我下班之後 會不會是去找他男朋友 或是我下班之後 是不是都跑去誰誰 會不會每天都不同的家 好變態喔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又沒有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然後就是被這樣子跟 我就覺得很委屈 他的這種長相就是 現在新一代的那個 韓系的 韓系的狐狸精 就是因為他給裝無辜 我覺得重點是他發的照片 對 他發的照片都這種 哪一個男生的女朋友 可以安心啊 我覺得這個是茵液那個游泳池 你一定會穿泳裝嗎 沒有 檸檬有缺點 就是他不自覺會散發女人味 就譬如說他跟你講話就好 像他今天穿這個 就是一截的那個 褲子那個 他的腰臭凹 他如果講話就是這樣子講話 可是他剛跟我 我跟我這個弱女子講話 他也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稱讚是嗎 他有 沒有 阿許之語 他手還給我放在那一截 就說 他不然我們來拍 有 我要看到 我會看到 拍線動就拍線動 沒錯 我作證 他這個是渾然天成 隨時Cue隨時都有辦法 性感十連拍的 好 裁官 5 3 3 4 5 6 7 7 8 9 10 1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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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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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6 6 對 奪走她的男朋友 所以她就發生要怎麼講 扯狐狸的類型是她這種 還是另外一種 那個狐狸精長得怎麼樣 是類似Albi這種 真的嗎 旁位子 我跟你說是真的 就是長這樣 對 長這樣 然後就是那種 我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是你的男朋友 我跟你發生 你已經嚇了這輩子 他有這樣子說 來 加個Line 加個Line 可以這樣 你會裝什麼都無辜 然後我不知道 然後就 我不是 我不是這樣 就好像 隨時身上都有跳 對 對 他們真的會這樣 還是屁股有牢蟲之類的 對 身受其害 真正狐狸精一定 走三步就跌倒了 對 狐狸 狐狸一定狡猾 對嗎 狐狸狡猾 來… 為了擺脫惡意標籤 逼自己做什麼改變 好 紫層 為了讓自己可以笑口藏開 所以我選擇去做了 把我的牙齒做了陶瓷貼片 那妳本來牙齒有怎樣嗎 我本來的牙齒是比較往內收 她本來有像長毛像那種 這樣子 然後有點不整體 真的 比較大顆 兔眼 笑起來其實沒辦法露出太多顆牙齒 所以那個笑容其實很沒有感染力 然後我常常為了要笑得很開心 我就會這樣 就是這樣 倒牙捏嘴 根本就不好看 因為妳沒辦法像我們這樣 沒有辦法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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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有人瘋掉了嗎 有嗎 我做完貼騙之後 我就發現現在笑起來 笑容變得比以前有感染力 而且人家會說 比較溫和 比較溫和 比較溫和一點 就會想要再多笑了 所以我現在就這樣 嗨 大家好 可以... 我確認一下 妳這個擺是 好像是耶 你知道我去做的時候 一上來問我說 妳要R.D. White嗎 R.D.W 然後我就說 什麼是R.D. White 他說 真的 我是做三號色 三號色 那若迪百是一號 零號 這樣的貼片 花了妳多少錢 一顆... 一顆差不多三萬 我... 上下十六顆 我的天啊 那等於 差不多 對啊 就是一台... 所以我現在就很喜歡笑 因為我覺得我花了這個錢 不能讓人家看不到我的牙齒 要回本 要笑回本 那妳要笑過 那等於裡面有一台Yaris的意思 對 差不多 我覺得她雖然講成這樣 但是我記得好像有人 不是這樣認為 好 因為我這邊有接貨一點爆料 好 來 我覺得帶了一個影片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 什麼 舒子晨說她牙齒貼片完以後 看起來變得和蔼可親 舒小姐 妳可能對自己有什麼誤解喔 上一次我們去排隊買東西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插隊仔 妳呢 那時候已經美白完牙齒了 妳帶著妳漂亮的微笑 白白的牙齒 拍著她的背跟她說 她插隊了 不只能說 當時候妳的笑容 笑得她心底發寒 不只嚇到她 也嚇到我了 我想 這輩子妳剛可愛可親的四個字 是插不上邊了 不過沒關係 妳臉臭歸臭 漂亮就好了嘛 對不對 漂亮 我想她插隊 我想看妳當初拍她的時候 那個笑的心裡發的那個表情之下 可以啊可以啊 妳可以呈現一次嗎 可以啊可以啊 妳可以呈現一次嗎 不好意思妳插隊囉 毛骨悚然 真的耶 好可怕耶 她真的不經意就會很兇耶 對啊 可是我沒有辦法控制啊 而且她 妳插隊本來就是妳鬼 對啊 我已經擠出笑容 跟妳說妳插隊了 妳看到她的感覺 我還不是 我還不是臭臉的跟妳說妳插隊 不恐怖 妳要狠一點喔 我跟妳講我現在還會笑喔 當我的笑聲停止的時候 怎樣 這是我不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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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平均一習慌 如聽一習慌 對 對 我若回頭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對 我若不笑不是睡覺 就是吃笑 對對對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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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為了擺出綠茶妹這樣的標籤 妳做了什麼改變 其實因為我不太在乎那些 不認識我的人認為我綠茶 因為它並不會影響到我的真實生活 可是因為我的聲音的關係 其實在演員這個路上會非常辛苦 因為角色就會很受限嘛 就是如果我要去 沒有 我那時候不是一直推薦妳去演 那個 妳還記得怎麼模仿嗎 很久沒有聽妳模仿 你說每次看到我那 唱一小段來 跟妳講 五角八萬的菜貴姐 真的假的 一模一樣嗎 好像喔 給她一點情緒來 來 二級掌聲歡迎 菜貴姐 真的 好可愛喔 太可愛了 很美好的 ощaky 反正就是我不管去演什麼角色 有人來找我演戲啊 不是演那種就是公主病的女生啊 要不然就是那種就是千金大小姐 就是沒有辦法去演那種幹練的角色 如果要找我女總裁 首選就是思佳啦 然後再來就是舒嬅 那個舞露自威 你們就跟妳看 你去我的辦公室 好適合喔 還有我的攝影機 你走開啦 媽媽好像是演類似女王耶 對啊 那LB她演不行來 你去什麼 你去我的辦公室給我攝影機拿出來 來喔 你去我的辦公室 那我 你去我的辦公室 你去我的辦公室 陸續陸續 你去我的辦公室 把我的攝影機拿出來 攝影機也把攝影機拿出來 幾次啊 精采的表演 對 一位精采的表演 你這個 很像以前我阿公在聽那個收音機 那賣藥的感覺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我之前在 妳那阿嬤阿嬤 好 我爆米 差幾次 差幾次 黑甘阿票 我真的很想要就是 把自己的聲音弄低一點 可是很難 我之前就上網看 還會學什麼滾吼音 然後之前就看到一個影片很好笑 就是有一個人 好像泰國人吧 她的 她一直在說她的賽班不見了 你們有看過嗎 沒有 我有看過 她的狗狗不見了 對 她就說 賽班 我的賽班不見 她是講泰文 我就講中了 我的賽班不見了 我找不到我的賽班 什麼 我找不到我的賽班 賽班在哪裡 摔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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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可以耶 很MAN耶 妳可以耶 超MAN的 可以 妳可以 可是妳就要一直這麼用力氣 超冷 她是很痛 那很累 我有去看醫生 想說我這聲帶有沒有辦法 做一些手術 還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那個 他們有配一個 聲音治療室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其實每個人的聲音是天生的 妳是要接受自己的聲音 他們有什麼聲音是對或錯 或好或不好 而且演戲本來就是要選腳 就是要選妳適合的 也是 我後來就看開了 要不然妳就常練五百的歌也可以 情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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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個主動 主動出擊 然後要先 讓大家放低戒心 他們說像我真的就遇過 就是我坐在化妝間 然後有的時候他們通告 不是會來跟我們對一下嗎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然後想說 怎麼沒有人過來 我就在那邊滑手機 殊不知他在旁邊 他是一直不敢過來 對 他就一直在想說他在用手機 我現在先不要過去 而且他們過來都會蹲超低的 對對對 我在這裡裏本 我在這裡裏本可以嗎 很方便嗎 然後我就會說不要這樣 然後我就滾在地上滾 然後我就滾在地上滾 真的 然後他們就說 我跟你講說 你要不要坐 我不用坐 我在這裡就好 我說不是 你先坐 不然人家別人進來 會看到好像我叫你過在這裡 可以 因為我真的遇過就是 他不敢過來 然後他被罵 他被他上面的人罵說 為什麼你還沒有對我 他說因為我不敢過去 所以我說你不怒自威 所以我後來就會 因為我一進去我就先找 我只要跟他眼神對到 然後那我就說 我可以對喔 然後那種他就會過來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不要怕我又不會咬人 就聊天就是 而且你知道他們很厲害喔 他們會把你的故事 快速地唸一遍給你聽 對 然後我就說好我知道 我等一下就會這樣 思佳姐你要講這個 然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 你不用全部唸完 我可以自己看 因為他會很認真 然後他怕你忘記 其實他是自己緊張 因為思佳是不用Re太多 有的氣編擔心說 會不會到時候重要的地方忘記 思佳有時候 當然就客氣說 其實沒關係 你跟我講個大概就好 可是氣編又很盡著 可是我想 希望你能夠記得 然後思佳 等一下 等一下那本子倒退走 你知道嗎 等一下 沒事 想 我沒有退避三色 然後把腳本吞掉 對 是我的錯 對不起 不是 因為那些妹妹 真的都太可愛 而且真的不然就不要 不要蹲著跟跪著 對 他們好喜歡蹲著 就真的 對你才會這樣 因為他們那種 想說順便幫你倒一杯威士忌 沒有再喝 沒有再喝 來 檸檬 為了擺脫狐狸精這樣的 這個刻板印象 做了什麼改變 就為了降低女生們的戒心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有一起工作的話 就因為我自己有時候都會開車 然後我就會問假說 我就說 紫誠你等一下會去哪裡 然後你住哪邊 那假如說 紫誠住基隆 我就說 我剛好順路 但我住新莊 我根本就不順路 我還是會說 那我就載你去 我載你回家 然後我再回家 就是為了擺脫 就是 這樣子沒有幫助 對啊 這樣感覺好像很奇怪 對啊 可是他不知道我住哪 這個就是典型 那個小三在討好原配的方式 沒有 姐姐 要不要分辨在你一層 想要分辨嗎 就要住這樣 姐姐最近感情很順利 原來你男朋友也住這位哥 對 真的還好 姐姐 你能不能幫你好好買 這麼漂亮的房子給你 姐姐 他心裡想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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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能就這樣講說 出遊啊 載大家一起出門 然後可能跟 講說跟紫誠的家人 或是誰的朋友 一起出門 然後我會邊開錯 我會邊唱歌給大家聽 五百 等你真要猜獎 我也會 我們 對錯也太多 太多 我也是會上歌 愉悅他們 然後什麼大 我要建議你的時候 事情用講的就好 因為 我還被聽爆紅 你知道嗎 怎麼說 天難聽的部分 唱歌的影片 轟動全台灣 你那個啦啦啦啦 給他們聽看看 天啊 我要聽 我要聽 來 你如果聽過音曲就知道 他這個是無調音樂 你知道嗎 他每一句呢 就是他唱他的 跟樂隊是兩回事 完全分離 運氣真好 你知道嗎 這樣這影片就被球迷 PO上去 對 全網暴動 對 就跑啦啦啦 對不對 像微風你唱那麼久的歌 對 還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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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如人家啦啦啦 還不如自己的一滴鼻涕 對 然後 對 我跟郭忠季還有人在跟我講 這件事情 今天已經第七個人跟我講了 我會講 眼底要開演唱會 我開個屁演唱會 對 神經病你們 來來 你反駁一下 沒有 其實我覺得 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狐狸精本身其實 是蠻好的 因為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 是很忙啊 所以告白啊 對但是 但是我覺得做這種 討好的事情 我覺得對 我覺得還是要忠於自己 像他剛剛講說 你之前遇到的狐狸精 真狐狸精 真狐狸 遇到的可能是 比較 對 我有朋友遇過的女生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種 人處無害最可怕 比如說他喜歡這個男生 他就會藉故要搭他的車回家 一般男生如果在這個異性的話 有的時候會不太敢 跟自己的女朋友講 當然 或是不知道想講 他不知道怎麼開口 因為很難很多誤會 那男生有時候 那有女生很聽他一坐上去 他說 欸 這一隻有誰坐過 你知道嗎 他們就會自己 或是他會聞到 女生身上的香水的味道 所以這個女生 可能他就是噴了他比較濃的香水 然後去坐這個車子 故意的 重點是 他還忘了一包 一小包東西 在這個男生的車上 但男生並沒有發現 那重點來了 不知道是故意還怎麼樣 他是趁這個女生 這個男生在他女朋友上 打一號給他說 那個不好意思 我有東西忘在你車上這樣子 不想講錯了 講出來了 然後他就可能他說 什麼東西 男生有點緊張 往後他女朋友就說 女朋友聽到 因為其實你在 你是聽得到他講話裡面的 話筒的聲音 你說什麼東西 我幫他看 一拿過來看 打開一個小包包 不打開還一打開 是女生的貼聲音物 哇 太可以了 然後這個女朋友就一直覺得說 為什麼你可以讓別的女生 留貼聲音物在你 他叉的車上 他就這一點他過不去 然後他 他們因為這個是吵架 漸行漸遠 這個女生 這個留貼聲音物的女生 就直接上位 就上位 三個月就在一起 哇 女生要同仇敵開 哪種男生會變女人公敵呢 現在講回來男生了 男生變成女人的公敵 可以跟你講 就是有一種是那種 就是非常沙文主義 他喜歡用言語去 在那邊自以為幽默 比如說 你身材好好 你聲音好好聽喔 我當你男友好幸福喔 一定很舒服 這樣就超噁的啊 不然就是一直這樣子 盯著你看 打量你 對 那種很噁 受不了 然後重點是打量你之後 還會評斷你的外表 然後他就想說 你最近 然後就看我 因為我那陣子變胖 就是我那陣子骨折之後 我其實胖滿多的 應該有胖到8公斤左右 然後那時候我嗨 嗨直播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多工作 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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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有開直播 想說跟大家聊一下 天陶哥拍這樣子 結果還被網友截圖 這是誰啊 那個肚肚嗎 對啊 這是我骨折那時候 Oh My God 被說什麼好像皮膚不好 或者是你狀態很差 變胖 其實多多早早還是會有點在意 對 雖然鏡頭前還是笑笑的說 我哪有差不管 我又不在乎 可是其實 晚上都會 眼淚卻湧在笑容 沒錯 所以我會焦慮 然後可能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 想說要怎麼辦 可是真的會 真的會 然後就是或是你睡不著 然後就開始吃東西 然後你又覺得說 我吃了又不敢再睡 就是一直熬夜 這樣惡性循環 然後那時候 我有一個造型師朋友 他就跟我說 就是你這樣子 真的不行 因為不睡覺 除了外觀的影響之外 其實 身體內部整個 內分泌 內分泌會失調 對 都會影響 所以他後來就推薦我 一個好東西 可以 調整體質 就是 這個最好了 對啊 帶來跟大家分享 夏天來了 很多女生都需要 對 對 我之前拍八點檔的時候 因為那是我第一部戲 兩者會 對 兩者會 然後會演一個 還滿重要的角色 然後那時候 哭戲非常的多 你就要說哭就哭 然後台詞也是 二十頁幾條 所以我光背那個台詞 我根本沒有時間吃飯 越背越幹 你知道嗎 講說 會耶 我當時念書這麼認真就好了 對 我現在都上台大的 沒錯 吃到就好好念書了 夏天好大 然後我每次半夜收工 三點多 因為真的沒有吃飯很餓 所以我就會開始 然後吃炸雞 鹹酥雞什麼都來 然後現在夏天到了 我又很愛吃冰 但這些熱量 其實都非常的可怕 都會囤積在身上 而且妳那麼晚吃吃晚睡不著 對 睡不好 壓力又大 像我們的職業災害 你知道我哥 五年沒有出外景 這一陣子對不對 又開始 為了服務社會大眾 所以我又接了一個 外景節目 北中南這樣子跑 回家怎麼辦 然後呢 那時候開始吃啊 而且妳吃的東西都超不健康 對啊 沒辦法 因為只有那才能輸壓 對 我的 對 我比說 這種神奇的法寶 我跟女生一樣都感到 男女都需要 相當大的期待 我跟你講啊 你要放肆的吃東山丫頭 就要靠這個 對 超愛吃東山丫頭的 一手毒藥 一手解藥 沒錯 你的代謝霸主 超級夜效所 這厲害厲害 我跟你講 吃這個你只要睡前躺平就好了 睡飽醒來 自然整個狀態就會變得很好 這麼厲害 很強耶 先問一下 你們昨天幾點睡著 來 紫辰幾點睡 差不多兩點 我在看那個 類之女王 這很好看耶 妳在看 妳弄幾點睡 我覺得好像三點多快四點 妳在幹嘛 妳在那邊拉拉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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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別人回家 我在那邊回家 然後順便回家練歌 然後又划個網購買個東西 再順便看類之女王 然後看了看就快說四點多 很晚耶 大家都是夜貓族 我也是屬於夜行性的動物 就是該睡不睡 然後其實基本上 我是一定要吃宵夜 才會睡覺的人 可是吃了又覺得很有罪惡感 然後之前我會吃完之後 還想說等他消化一下再睡 所以就是睡眠時間又變得很少 然後整個人精神很差之外 還會覺得有一點 會 對 因為睡不夠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 營養師的朋友就跟我說 睡不好其實真的很嚴重 因為它不只是會影響到 妳的代謝 妳的體力 妳的專注力跟大腦 其實都會受損 對 那這個升級版的 這個超級夜酵素呢 它除了有 這次還加了韓國的嘎吧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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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日韓聯手 韓國 韓國 雙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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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玉琳哥超需要 因為他剛剛就有跟我說 他最近開始老化 他就是坐著著睡著 倒著睡不著 對… 所以你當他邊看電視才睡著 對 坐著喔 杜菇咧 這樣才可以睡 對 真的說 我老婆說進房間啊 進房間 睡著喔 這這邊名字超大 那剛剛有說是加強版 所以是升級版嘛 對…就除了GABA之外呢 它這裡面還有 98%的茶朵粉 對 然後還有一個 雙效專利的蔬果酵素 它就是可以幫我們 重新打開這個代謝的開關 所以就算呢 你不小心吃得有點多 但也不用這麼害怕 有負擔 可以做一個小實驗 還可以實驗的喔 這個是太白粉 其實就是 它可以代表我們平常吃進去的澱粉 這個粉呢 它原本是病狀的 把它磨成粉之後 就是夜酵素的意思 它就是夜酵素 那我現在把它倒到裡面 上進去會怎麼樣呢 來 我們看看 很神奇喔 這一碗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會發生什麼神奇的變化 注意看喔 眼睛比較雜 留一下鏡頭 來 看得到嗎 這樣 它變成水 對耶 很美 你體內的澱粉 就這樣子被溶解成水 真的假的 隨著尿液 隨著糞便排出苦外 超級超神奇 我看到耶 這就是厲害 它這裡面有一個 專利的乳酸菌 就是可以讓你隔天上廁所 超級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它隔天早上起來會上廁所 對 很自然而然 上廁所 我自己是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超級有感覺 隔天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 跑廁所 開完便出門工作 神清氣爽 對 沒錯 你看一下這樣 它真的變水了耶 倒直就進去 對我說視覺的衝擊嘛 就是玉琳哥需要 我們大家都衝擊 大家都衝擊 大家都衝擊 對啊 LB你現在的體態 真的很fit 就是很緊實 有比之前 對 以前都不太會叫你走秀 因為人家收你骨折嘛 過去了 不要走下吧 好 好啊 來 欣賞一下 LB 來 L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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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褲子 我褲子都太大了 我褲子要別兩個 對啊 褲子變太鬆了 狀態超好 睡好 睡得好 然後你也不會因為要說 好像晚上不睡覺 就會嘴很殘啊 這樣子 上廁所 這個是我最有感的 就是真的 超級順暢 因為其實你把體內的毒素排乾淨之後 你整個人 會比較亮 氣色會好 氣色會好 就算你很懶不運動呢 其實也不用怕 男人嫌 女人嘴 不會 所以我這樣講 熬夜會讓你變醜嘛 如果本來就醜 當然你就不用怕熬夜 好 女生誰 誰 誰 沒關係 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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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LB的分享 很棒 很棒 來 紫誠 怎麼樣的男人你覺得是公敵 就是你剛剛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看不出來 但是分手的時候呢 他就會把你 把他付出在你身上的東西 全部都要回來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 他跟那個男生在一起差不多兩年 然後分手了之後 那個男生做了一個Excel的標格 幾月幾號 我們週年在如思葵吃了牛排 雙人情侶套餐多少錢 我送你的項鍊多少錢 我送你的包包多少錢 你這樣列了一個Excel的標 總共差不多 十二萬 那平常有記帳的習慣 對 而且那個男生說 如果你不還我這些錢 我就要告你 我真的打告得成啊 好誇張 告不成啊 告不成啊 是有恐嚇的性質 大家聽到可能會被告 就會覺得算了 那我花錢了事 就花了 相較之下 哥是怎樣 哥是跟女朋友分手 是不太... 妳講對啦 真的喔 我東西不但不拿回來 我還加碼送東西呢 送你一條是不是 送你一條是不是 送你一條 送他離開是不是 送他離開 我當時兩部車 一台在繳帶款 我送你一條一台是繳青的 我把繳青那一台給他 我終於留要貸款了 他說 不是 開開心心 一揚破九陰 有什麼觀念 你知道嗎 教你有什麼觀念 我單純是想講這句話 對 就是這樣 來...檸檬 還有那種最討厭的就是 曖昧對象 自己出去 然后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 还能要去加油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她的手机怎么突然贴了那个 防窥的 我就一定有鬼 然后趁她去加油的时候 她可能下去结账的时候 付账的时候的时候 我就看她那个荧幕 还没关起来的时候 我就赶快去看 然后我就看 Live不是都会有那个置顶 我就看到上面有什么 小婷婷爱心 小BB 然后一个宝贝的那种不爱 然后是亲爱的 然后就看到她的置顶 大概不多不少 大概五六个 然后我就想说 所以她除了跟我在暧昧的时候 她同时还有很多人在暧昧 我觉得这种男生就不行 没经验啦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这样子 所以那些什么小婷婷 小婷婷 余留改成什么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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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爸爸 黑狗啦 黑狗啦 那应该这么神奇 隔壁胸啦 黑狗啦 黑狗啦 你要骑一些相当刚刚的一些 黑狗啦 做片啦 黑狗啦啦 对对对对 在有一天那个黑狗会传讯 你来说 Baby你到哪了 对对 好快 感觉也怪怪的 你看我是蛮讨厌 自恋型的男生 因为我以前有个 男朋友还算帅 还蛮帅的 然后但他也不是艺人 他也不是什么网红都不是 但是我跟他出去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可以牵我的手 然后你也不可以 就是我们要戴墨镜 然后走路要隔很开 口包这么重 对 他说怕走在路上 会有粉丝认出来 那我就想问说 他是谁 他到底是谁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 就IG有20个好友那种 我也自恋男生我也不行 阿强很自恋 对啊 我就是把他看的就是男生 所以我也看不出他自恋 爱情里面他是忙碌的 阿强是你跟他走路 然后有摩托车 他停下来 他用人家摩托车的后照镜 在那边照自己的脸 我太鼓励自己了 好讨厌 好啦 这些妹妹 我们这些男士 其实私下的他们 跟你们所见到 是不一样的 对 有些标签是因为 可能是演的角色 来自声音 来自外表 对不对 这个都是刻板印象 没错 可以帮他们背书 每个都 完美 你都很好 对 阿强 但是私家姐是真的大姐头 不要忘了 对 她是我们的大姐头 我们要结束 可以吗 大姐头 不是说话吗 我们可以下班了 谢谢 可以下班了 谢谢 谢谢 好 阿强 谢谢 好 很好 很好 好 很好 哈啰 说没事的 都很有事 说有事的 没事找事 欢迎收看 哈啰 你有事吗 有事吗 可不可以有洁癖啊 我是不晓得 感觉有洁癖是什么 有啊 比如说 你不可以用前任的东西啊 如果我看到你 这个外套是你前任的买的 我就不行耶 可以这样子说不行喔 但是不行啊 你穿着前任的外套 你是享受他的温度吗 在你面前一直提前任呢 这个我也不太行 但你请不抢IT 今天来的都是洁癖患者 洁癖患者 欢迎沐妍 好 来 宇安姐 好 薇如 小星干 好 我们的早事团艾雅 嗨 我们的腋下天王 朱宇柔 我现在真的在哪里 都看得到你耶 对 而且到处都给他闻蝴蝶 我们的玉璃哥 您说我是就是 就是腋下天王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叫 文艺青年 他很厉害 他不管任何时刻 就是腋下都是香的 而且那个香绝对不是 刺鼻的香 好不好 我今天是找仕团 不是找麻烦 我不想给仕团 我们看他 真的 我不用 我们看 深呼吸 深呼吸 怎么样 喜欢了 喜欢了 他有淡淡的香味耶 那么香也是有洁癖 对 所以他能够维持 怎么一定有那个味道 对啊 在感情上也是有 我们聊感情的 对 那个粉丝的理由 我永远忘不了 好 韦汝 哎呀 让我觉得震惊 因为呢 他说 跟我交往上在搞哥们 太man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给人家外表 可能感觉平常就是形象 就是上女生 然后小女生的感觉 所以他可能印象中的 我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有几次 就是他来我家的时候 一打开门的时候 会想说心想说 看到我就是 穿得整整齐齐漂亮 迎接他的感觉 对不对 但他真实打开那一下 那的时候 我是那种夹着 鲨鱼夹 然后穿着 你知道不成套的睡衣 然后戴着眼镜的那一种 然后完全素颜 然后头发很乱这样子 可是在家不是都这样 对啊 不是吗 对啊 外面的形象就是美少女 对啊 有落差就会觉得有落差 他来我家的时候 然后我就 赖在那个沙发上面 这样躺着 然后脚这样跨上去 这样子跨着 对 然后他东西放了 他就坐沙发 他一坐下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 有更好的跨店了 我就想 有跨在他身上 很好 很可爱 是呀 很腻啊 就OK啊 但是他傻眼 他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后来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习惯 就把他腿这样盘腿 就这样盘起来这样吃 就这样吃吃吃吃 然后有时候会忍不住 就这样 这样翘我的二郎腿 这样吃什么的 他一看到的时候 他就有点吃不下去 他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的 没形象 就觉得说 我这样子怎么看得像哥们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他约我的次数 或者是要来我家次数 越来越少 他之后他就觉得 我们很像不适合 对 就是 因为你是大甲西 他是曾文西 不是 你是朋友 不是 是西之人 来来来 你为什么 为什么我出去 跟朋友出去的时候 我都可以这样子打扮 飘飘飘 那个是每次他跟我见面的时候 我都像 就是很像素人 像路人一样 那这不能怪他 要我如果去你家 遇到你这样 我也是下歪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平常的人设太成功 就是可爱甜脸 就是太同少女的样子 感觉你私底下 就应该要这样 过一对朋友 他们是夫妻 他们一直维持着 像热恋的感觉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 没有看过对方上厕所 是哪 他们保有近距离 近距离 保有距离 就是完全 他没有听过他女朋友放 老婆放屁 或者是上厕所 没有 那会是他 前面换衣服什么的吗 换衣服会 但他们会觉得很性感 他们还是 很多男生对女生幻灭 也是看到他上厕所 就是逼半厕所 交往期间很少有机会嘛 对 然后同居了 然后误开那个厕所门 坐在马桶上 马桶 然后还坐着 然后还 然后他在滑手机 这样子 然后他就 这个是禁忌 就是不要做到这件事情 但迟早 迟早还是很性感 婚前尽量不要 一定要先那个 弄到结婚以后 对啊 你早就见到 退婚比较麻烦的时候 对 没办法 对 了解 来 余安 好 你的表情是白眼 翻白眼 这个理由真的太瞎了 因编大老婆讨厌你 是不是很像小说情节 因为我有个朋友呢 他就想说 好 那我介绍一个 我很好的男生朋友 要介绍给我 相处了三个礼拜 好像很不错这样 然后我只是突然觉得 这个男生怪怪的 他就是很容易会 自言自语 我一开始以为是自言自语 可是我发觉 好像很多男生也会这样 譬如说 他在玩手机游戏 对 然后就会开始讲话 跟手机里的游戏讲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打电动的时候 打打打打打 碰碰碰 对 就是他又会讲话 会讲说搞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在打巴掌吗 对 有一次我们吃饭 然后他就突然说 我就不喜欢吃这个 那我直觉就是他在跟我讲话 他说我不喜欢吃这个 我说那你不喜欢吃 你就不要吃 他说他跟我讲 你不要管 我说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 我说我不要管 那我当下其实第一个 我就想到两个 我想说他可能 对 两个 对不对 你就觉得他精神可能有问题 是 或者他可能有躁愈 就是自己会那种情绪一上来 自己会抓不住 五到三个多礼拜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对 我说 我说怎么节目这么快 都还没有开始正式交往 感觉好像要求婚 我说 真的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那 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本来想说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 对 以为要求婚了 对 他就说 我有原配 我说 原配 原配 所以他同意我找个女生 共度余生这样子 我说你有一个原配 然后同意你找个女生 重度余生 他说 可是他说他不喜欢你 我们不能下去 我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说 原配可以答应他 有另外一个 但是你不是那一个 对 后来就跟我讲说 因为他家里的关系 他很小就寄养在 就是邻居家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寄养的那个家庭 里面有个女儿 然后后来他就跟那个女儿 他们就是有感情 然后就想说 以后要结婚这样 就后来那个女生就生病 就走了 天啊 走了 但是他住的那个家里的 爸爸妈妈就觉得 女儿走了 不能让他没有 没有 比如说没有嫁出去的感觉 所以他们后来是把仪式 给做完了 把那个冥婚 对 因为他那个老婆 偶尔会来找他 跟他讲话 对 我心里想说 真的男的病得好重 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对啊 因为你没办法验证啊 对 所以到最后 他说不能这样接下去 我说好 谢谢再联络 刚刚好 对啊 他不是杀坏了 你就觉得这个理由真的很瞎 对啊 姐 我跟你讲 你不要觉得扯 是真的有可能 发生这种事情的 我自己有遇到过 是被附身 而且会被连累的 真的吗 因为你刚刚觉得 她是精神病对不对 对 我之前遇到 那是真的我某一个女朋友 之前真的很夸张 有一次我跟她一起 睡觉的时候 我很依稀记得是我 睡到半夜 突然眼睛张开 我不确定我是睡觉还是醒着 但我看到有一个老伯伯 从我的卧室的门口 这样走 是慢慢 然后他穿的是 像清朝的官装 是那种官员 就戴那种乌纱帽那种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是我在做梦吗 但我动不了 然后我就用眼睛看我旁边的女朋友 她也没有动 然后这件事情就过了 然后我也不敢跟她讲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太累了 某一天晚上 换我旁边的那个女朋友 她发出了声音 然后一开始我以为她在说梦话 然后她躺在我旁边 然后她就睡一睡 她就 然后我就想说 什么声音 我以为是我的猫在叫 然后我就起来我就看她 她直接唱一段戏的声音 然后她是唱 娘子 她真的唱这一段吗 超级的旋律的 魏徐 你单纯 只是为了展现 你有唱金剧的才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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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应该也会 诸三起谢咯 什么 诸三起谢咯 我忘了 我忘了 这都是该多叫 那不是那 我认真 等一下 好气喔 她唱完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不对 我搭去找师傅改解一下 我真的搭去喔 因为我搭去 我跟师傅就看了一下 他就跟我说 是因为那个官员伯伯 觉得我的那个女朋友 很像她以前的妻妾 妻小 所以她想要请她和我帮忙 去找回她在人间可能流亡的这些 妻小的魂魄 所以她附在我的那个女朋友身上 然后来想要叫我帮她忙 然后当时我就问了师傅说 那我帮得了吗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自己阳气很重 我说我应该可以帮她解决这件事 但那师傅就说 劝我不要去参与这件事情 然后我那个女朋友当时也就是说 她觉得不要连累我好了 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就是 你也知道就是 放不下去就觉得说 那好 还是继续帮她 陪着她好了 但后来因为她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所以她整个那个师傅 就是叫她跟她的家人讨论之后 就把她 抓去类似像山上闭关你知道吗 差不多半年以上 然后我们就被迫 没办法继续联合这样 我那件事是真的 所以我说她不一定是精神病 搞不好真的跟前世今生 我有跟灵界的关系有关 我那时候也是跟一个男朋友 就是交往已经很甜蜜了 然后我们就去了 那个劳河街夜市 他不是有很多蒜鸟挂的 就白瘟尿 对 他就说他想算 我说好啊 那我们一起去算 他就说那我要算感情 就桌 出了一张牌是那种 我记得那个画面是 蓝天白云绿地这样子 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那个算命师就跟她说 你会跟这个女生有证缘 你们会结婚 我们修成正骨 我那时候在旁边听到超开心 就想说我们会结婚 结果大概过了没多久 他就打电话来说 我要给你分手 为什么 我就说为什么 那个算命师不是说 我们会结婚吗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他说因为其实他当下 算的那个女生不是我 好 他抱别的发誓给他 他算的那个女生是他的 甜女友 好烂喔 好说命啊 他就跟他的甜女友结婚了 早知道如果不去算那个鸟挂 就没这些事 对 他就说他就是算那个命之后 他更加确定说 好 那我要跟我前女友在一起 对 那你有恨那只鸟吗 是蛮性 蛮性的 他不然他就不是成为 把他抓来考了一只 对 很神奇耶 鸟挂 我有朋友在做那种命理老师 也是去算鸟挂 鸟挂不是就做一张 然后那个命理老师就解释 跟真的一样 然后朋友说这个鸟好厉害 讲得都没错 然后你这只鸟那么厉害 能不能请他再弄一次 应该会一模一样吧 找茬 找茬 那个鸟在做一次就不一样了嘛 一定不一样 那个鸟就是随机的嘛 没有 真的很神奇 他们真的结婚啦 还生小孩耶 修成真的 那你也不妨多让 你也幸福啊 对啊 不然但志强哥再去算一次那家 对啊 志强哥说要跟你离婚 因为他讲的是另外一个 对吗 对啊 来 来 你的部分 我的是一个尬笑 是开心的 你不是开心是尬笑 是因为他觉得我心里很像 海绵宝宝 你心里很温柔耶 可是我其实在遇到 暧昧对象的时候 我心里会更温柔 可能我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他可能就很想睡觉 你先唱一下海绵宝宝 我先鉴定一下 因为我那时候是就是 想说已经认识一阵子了 然后我说好 可以开始展现一些 我活泼的那一面出来 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喝了咖啡 就会这样 然后他就 有声音好像海绵宝宝 对啊 我抓住了一个表现的机会 我还很开心 然后就开始唱 海绵宝宝 然后还模仿 好像喔 是谁住在澄海的达宝莉莉 海绵宝宝 你也很像耶 对啊 你会全套的吗 是谁 住在澄海的达宝莉莉 海绵宝宝 帮帮帮帮 谁说这啰 海绵宝宝 如果是住宅仙 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 就是 就把人让大鱼开路 你这时候都会好厉害 我以前很爱海绵宝宝 我还要看大鱼 那你每次在学这个 海绵宝宝 可以 很像 我就觉得很可爱啊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 这样好像蛮Cute吧 讲的翘皮一下 然后还学了海绵宝宝那个 你知道 没啊 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是蛮可爱 可是他就真的是脸是这样 就是有个很疑惑 然后很震惊的那种 嫌弃的脸 然后就那一顿饭就真的是 几乎真是没有吃完 他就是突然间就消失了这样 然后后面就开始约不到这个人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虽然只是曖昧 我就一直在反省 试试海绵宝宝怎么了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 因为他其实小时候就非常讨厌 而且很害怕海绵宝宝 对啊 然后他对我的印象就 变成了海绵宝宝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再正视我 他做噩梦 对 我觉得是 那往后的日子 你有打电话去整他吗 对啊 就接东西 然后我就说 起床了海绵宝宝 你真的打开我 我很难过耶 我觉得太... 很扯耶 就是就是 还没有一个 这么荒谬的事情 对啊 来 沐妍 我是无言的表情 无言的结局 对 因为这真的很无言耶 因为他 这一看就知道是你的问题 对啊 我那个男朋友 他其实之前就真的 过得没有那么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住在那个 一层楼里面 他的兄弟跟他兄弟的另一半 还有我跟我男朋友都住在哪 然后很常听到 他们在打传说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话说 就是最近又没有什么薪水或干嘛 或者是最近手头比较紧 然后我只要听到以后 我就会觉得 不行 我不能说 他们饿肚子 所以我就会一直帮他们点Uber E 就会请他们吃饭嘛 后来我就是 就是变成早上晚餐跟午餐都会点 然后最后是连我男朋友不在的时候 他兄弟跟他的另外一半在 我也点给他们吃 就是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所以你没有跟他收钱喔 没有啊 然后后来他有出国一阵子 我还是一直照顾他兄弟 跟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后来他最后就有点不爽说 他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 让他觉得很 没有面子 然后完全面子挂不住 然后连我不在的时候 你还对他们这样 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分了 可是他不在 你还对他兄弟这么好 他不是应该要觉得很开心 对啊 而且兄弟是有女朋友的 对啊 他就觉得说 他就觉得说男人的面子 他觉得丢脸 男人的角度会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在对他那个兄弟 是好 对 看不得那个兄弟呢 不要他女朋友来跟你 喔 小丁度喔 也太小人之心了 我也有 我也有 你的愤怒 非常的愤怒 你故意挑这个颜色 是跟你的麻辣锅一样 非常愤怒 那就是 我的前男友说 我比狗还不年 他比狗还不年 对 因为 不然是我自己吗 就是我有养一只贵宾狗嘛 玉琳哥也是有一只 我相信有养狗的大家都差不多 因为 洪贵宾就是一个很黏人的狗嘛 对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会跟你睡床啊 然后会黏着你啊 然后没有你抱抱 他就会嗨啊 这种的 我就发现他好像 很爱找麻烦 就是很爱找狗的麻烦 没有那么爱狗 对 没有那么爱狗 然后他就会动不动 比如说我们一起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狗喜欢睡枕头 所以一定会睡在我们中间 然后每一次睡觉的时候 他就会在半夜的时候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这么快 因为他就是 想要压他之后 让他跑去别的地方 我以为是把他闷死 他没有 闷死他 但他就是会压他 我就会感觉到在动 就他不舒服 对 他不舒服 然后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觉得他有点变态 而且最变态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家狗会跟我亲嘴嘛 大家狗狗也会 然后那我家 我男朋友就会 那当时男朋友就会说 为什么他 没有刷牙的时候 也可以跟你拉击 然后我没有刷牙的时候 也可以跟你拉击吗 他就故意要这样比 我就觉得好幼稚喔 因为他实在太气我家狗了 然后就有一次 我正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开门 那一瞬间他没有发现我 我发现我当时男朋友 放肚在我家狗的脸上 好压唷 你说他把他抓住吗 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绝着 然后就是 然后我家狗就会 到处四处乱窜你知道 所以只要看到 我要坐下来 我家狗会怕耶 他有心理障碍 所以我当时就暗兵不动 假装没有一件事 然后他没有来我家的时候 我就传讯息跟他分手 因为我觉得不爱狗加上他的行为 实在是有点变态 他真的会把他丢下来 在恋爱关系里 你们有什么感情结屁呢 来 搭旧爱的张车 其实重点不是张车 重点是旧爱 因为旧爱那个车变脏了 对 你讲到重点 主要是因为那个男朋友呢 那个时候我们交往的时候 他就 他自己有一台休旅车 然后我就说 不错啊 以你现在的年纪 你可以有车子算很不错 他说他贷款 贷款买的 我说OK OK 很棒 然后就变成我工作 或者我们出去玩什么 他都会开着车 我们就用那个休旅车 这样到处去玩嘛 对不对 后来有一次他加油 他就是下车 加油的时候他下车去 然后我在车上无聊 我就这边摸一摸 那边摸一摸 就看到 里面有一个行照 行照拿起来看的时候 突然发觉 高度的名字不是他 对 是一个女生 会不会是妈妈的 对 我本来也想说 对啊 亲戚的 是不是妈妈的 但是我知道他妈妈叫什么 所以不是妈妈 那就很怪了吧 你开着阿姨的车 还是开着谁的车 也很奇怪嘛 不一样 明昏的是不是 对 女主 不同人 过去了 好 然后后来上车 我就拿这个行照 行照问他 我说请问一下 这个上面的名字是谁 他就 他就说 这是我前女友的名字 对啊 我说你的车 为什么是前女友的名字 他才说这个车是他 前女友买给他开的 对 然后我说 那你为什么分手的时候 不卖掉 我的直觉就是这样 对 你要还给女生 或者把车卖掉嘛 你就是接干净一点 那车发好的 对 他也是这样讲 他说可是这个车 都是我在开 我开得很顺 而且分手之后 贷款是我缴的 所以这也算我的车 好像也没说 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 可是有行照要改过来吧 对 我说 那你为什么名字不改 他说 改名字很麻烦 你还得把那个前女友找来 对 我说好 那既然这样 你现在当下你名字不改可以 这台车我就永远都不坐 他那台车我就永远都不坐 那你说 那我们出门怎么办对不对 我说那叫Uber 这一边有什么iRent 就是 对 你随便手机 你旁边有车 你都可以开嘛 iRent都可以 你车不卖 我们就是一直这样下去 然后后来有一次 我们到桃园的郊区 然后在附近好死不死 手机拿起来 找不到任何可以租借的车子 然后查了一下地图 要走20分钟 才会到火车站 就是才到那个交通 比较方便的地方 对 然后一边走天气又很热 然后我就听到他在旁边 喵喵 就只是个名字而已 为什么要这么在意 你就说 你看你不开 不开我的车 踏太阳底下 你这样走要走20分钟 你不觉得 我整个火就冒到这边来 我说到底是谁有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就是 只要名字 是他前女友的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坐那台车 宇安姐讲起来 是不是超级有原则 对不对 可是我接获一位民众爆料 叫做 珍丽小姐 她说 珍丽姐说 那个是因为宇安姐太过胜女 所以她有录了一个VCR 真的假的 她讲什么 来 看一下 看一下 珍丽 我要控诉宇安 因为宇安在感情上面 她是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 譬如说她如果要交完跟男朋友 那个男人至少要五年 五年完全没有交过女朋友 她才有可能跟她在一起 那可是问题是 就算这个男生跟你说 我五年都单身 他还是每天都有出去玩 有去把妹 你怎么会知道呢 叫什么用呢 不对 五年太难了 太难了 你这个爆料太夸张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后台 在跟她聊天 然后她就在聊说 男朋友怎么样 你不能接受什么 我说 当然我最不能接受就是 不能无缝接轨 就是你刚跟前女友分手 你马上就来追我 我就觉得这个男的有问题 然后她就说 那你到底要多久 你才会觉得 这个男的来追你 你觉得没有问题 对 我说大概也要个 几年吧 几年很累 大概几年 它会干净就对了 对 要有净化的感觉 我本来以为 想说洗一洗不就干净 没有以为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间隔一段时间 你不能就是 把一些毒素排完 对 你今天风手 明天追我 那不是很快吗 五年太久了 五年太夸张了 没有 我们今天早市团 觉得她很瞎的举牌 我觉得几年也太夸张 对啊 来 上那个进化台 上进化台 今天帮你进化一下 五天就可以了 再就不用一年了 云安姐 五天就好了 对 五天都可以了 不要大 不是 甄丽姐 你没事录什么冰淇淇淋啊 准备了 3 2 1 有沒有 我们冷静一点了 剁干净了 很冷耶 很冷耶 而且我突然觉得 对 五天就好了 五天了 好冷喔 五年是月啦 跟妳在一起压力很大 跟妳在一起 如果不小心被妳查到 他去酒店这样子 可以带我去 我如果在旁边 我觉得我看着OK 你的板子 好 我的板子就是 把我當選人 把我當選人 你很挑戰 你很挑戰 對 因為像我曾經就有一個 約會的對象 然後剛開始有時候 我們就聊 就感覺到還不錯什麼的 後來他有一次約我吃飯的時候 他就特地跟我講說 今天有 就是叫我說 對 一定要穿什麼襯衫 然後還有那個短褲 就像妳現在的裝扮 那我覺得 我現在是比較學生妹 但是她想要的可能是那種上班旗 然後我的主身 然後穿黑色蕾絲 然後還要配上 就是高跟鞋這樣 就是肩膀的 對 她的說一定要肩頭的這一種 然後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那麼多 我就想到說 可能就是朋友大家約吃飯 然後有規定爵士扣什麼的 所以我就真的很認真地 還去找那種襯衫 然後那種迷你去 然後我就去了之後 我就後來就發現 奇怪怎麼 其他人都是穿得很正常 很休閒 但怎麼結果 我穿一個很正式的感覺 我就覺得很怪你知道嗎 但那時候也沒想到那麼多 後來就想說吃吃完之後 我就結束 她那時候就開始會叫我一個名字 就是叫 然後我就覺得 我跟你還沒有到這個境界 到這麼熟 而且 但妳的名字叫薇薇 也不會不合理 對啊 很親密啊 妳名字有這個字啊 可是我沒有任何一個人 會這樣叫我這個名字 薇薇聽起來很慌 就我不知道 就聽起來很難怪 對 我不太舒服 真的 那這樣比阿魯魯咧 還可以 阿魯魯 很像小時候媽媽在叫 或什麼的那種感覺 但是沒有人會叫我薇薇 這兩個字這樣子 然後後來之後 就是有一次 我就跟朋友約去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跟他的一個共同朋友 然後我們就在聊天 我就說 我就跟那個男生在約會 講我們最近發生的事情 他說 你這樣講起來 我說 我跟他前任很像 他說對 他前任也是那種小小一隻 然後眼睛大大這樣子 而且他前任就是 我說那他前任在做什麼 他就說 他前任就是上班子 我就說上班 然後 對 我說難怪他那天吃飯的時候 叫我特別打扮 就是要穿著衣服 是要上班族 然後穿著很合身這樣子 他就說 因為他跟前任就是 其實是在一起很久 然後其實他有想要取 這個女生的念頭 然後前任就掛了這樣 沒有 後藥英文 沒有掛 因為沒有掛 前任是因為 遠沛可以接受小三 請選擇 是因為他的爸媽 就是對這個女生 就是有點偏見什麼 就是不太喜歡 被迫分手 然後其實他那一段感情 也沒有走出來很久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 還沒有走出來 然後他可能就覺得 我真的很像他的前任 所以他就覺得 很像想要把我 變成他的前任 那他前任就叫薇薇 對 不行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感情潔癖 立刻就是要封鎖他 我是還沒在一起 我就已經有潔癖了 完全 不行 這個真的不行 對 因為我之前 有遇到一個男生就是 也是滿高滿帥 而且是 半年喔 就是半年都在聊天 每天都在聊天 沒有很常見 但是訊息聊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有一個姐妹 跟她是認識的 原來她是很喜歡 講一些床室事情的 然後那時候我只是想 問她這個男生怎麼樣 但我還沒說我的狀況的時候 她就突然分享起說 他們其實以前是怎麼... 他們以前可能 在一起過 然後那個男生又追她 但她沒有跟她在一起 但有發生關係 有發生關係 然後她有講他們的過程 然後我想說我沒有想知道 然後你知道 就是花了半年的時間 在經營這段感情 可以在一個瞬間裡面 直接忍掉 後來就是下一個男生 大概是兩三個月的曖昧 也是 就是那個男生 也是很有才華的人喔 然後我想說 不然也來探探風頭好了 因為我發現 我好像滿在意這件事情的 因為跟她女生 那個時候還是滿好的 同一個女生 同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再跟她聊一聊說 妳跟這個人認識嗎 然後沒有想到 哇 他們也是有一段情過 這女生很忙喔 你周圍也跟女生 跟那些男生在一起過的時候 你真的是一個都沒有辦法 我之前也是跟小豬那樣 我真的很認真 想要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想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 她跟我一樣有健身習慣 然後她平常也是興趣相同 跟我一樣喜歡去戶外運動 然後我們常常一起健身什麼 我就覺得 這女生好像不錯 我就稍微認真地跟她曖昧 相處了差不多也是三四個月 然後有一天她就跟我說 她想要介紹她的哥哥給我認識 親哥哥 對 我有想法也是 親哥哥嗎 那好啊 好啊 我也沒問太多 那我們約健身房這樣 我說好 然後到現場我就看到 兩個男生 就看起來那身材也沒有在健身 大概年紀差不多 像玉琳哥在這年紀 然後我就覺得 是哥哥是叔叔的吧 是哥哥嗎 然後他們看到見面 我的那個曖昧就像叫著那個 兩個哥哥這樣 狗 好 又抱這樣子 狗最近好嗎 什麼 好 我就想說 你那個是家九妹喔 對啊 不是 我們要插一根梳子嗎 要輸瀏海嗎 他一說狗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對啊 我覺得是有技巧了 然後他還介紹他說 這個哥哥以前我們出來的時候 他很照顧我 我說出來你有在走跳過嗎 因為他看起來是很清純的那種女生 這個有點嚴重 這不是乾哥哥 就是屍哥哥之類的 各種哥哥 乾哥跟屍哥的差別在哪裡 姓屍的哥哥之類的身邊 然後我想說有點普遍喔 但想說沒差我們就運動一下嘛 他搞不好真的只是介紹一個 在江湖的大哥哥 對啊 那也OK 接下來奇怪了 健身那兩個人看起來 沒有在健身 體格也不對 然後那兩個男生都非常積極的 在教我那個曖昧對象健身 他們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小豬應該很熟 這個叫做高腳背深蹲 女生很愛做 變屁股的嘛 你握著手肘 往下的時候 對 這樣蹲 屁股往後蹲 然後起來的時候 臀巴力往前 對 那運動哥可以幫我示範一下嗎 會不會受傷 你幫我做深蹲的動作 通常一般教練是 對 來 往上往前 然後通巴力往前 對 對 別轉 會輕撫而已 我現在會扶著手肘 就是一般教練 不會是他的核心 那個狗怎麼弄 那個狗怎麼弄 那狗是這樣子 大家注意看喔 來喔 那狗是這樣子 來 起來 來 來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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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那個女朋友 還很故意喔 還故意 我都還會想說 這都在 這個已經結合了吧 這已經不對了 對啊 一起蹲不行啊 我剛剛感受到 你那裡就是很立體啊 對 很立體 所以我就想說 蛤 我的愛媚對象 跟他在感受他的那邊 你是隔著褲子內衣 對 然後我覺得很泡妞 為什麼可以這樣 對啊 很不舒服 怎麼行 然後他們還做另外一個動作 還有一個動作是 還有 還有動作 這小豬應該也很熟 這個叫做硬舉 硬舉這樣 練那個下背 對 然後坐的時候這樣嘛 對... 然後硬舉就可以再幫我做 來... 推直的 推直的 好 然後往前 屁股再推 屁股往前頂 對 往前 好 背要... 背比較多背 對 好 通常教練都會這樣嘛 對 然後那個狗 狗怎麼那麼說 什麼 你的腳伸太發力啊 這樣 哎唷 怎麼會這樣 哎唷 哎唷 好女朋友 你們在那邊 你們在那邊 他在那邊叫 大人跳 可是我發現我的點 我的點是 曖昧的時候 如果他跟其他人真的有 很親密的資質結束 你就覺得髒掉 對啊 對啊 你的挑選對象都很奇怪耶 他並不會知道 原來 介紹教練 或是男性有人 對 他總很清純喔 他總很清純 你眼光有問題 去那邊噴 對啊 你感到這種 對啊 等一下... 洗內間的 來 3 2 1 噴 狗 你覺得狗要出現 因為就要正正面啊 看看眼睛會不會冷凍視了 來... 這個動面 噴一下 來 3 2 1 眼睛閉起來 噴 我上次有吃過 有吃過 我本來哄哄在痛 後來好了 好 忍痛治療 像滿人間清醒的 我很幸福 對... 我是覺得健身房 好像真的就是比較容易 遇上一些要麼怪怪的 健身房就是外遇的溫床 沒有 真的 千萬不要讓老婆跟女朋友 去健身房 都沒有好歹 不過我老公之前就是健身教練 喔 好開心喔 然後他有當過人這樣的狗 我真的會氣死 我跟你講 那個女生就是真的很誇張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是 那個女生帶了 三個男生 來跟我老公買會結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 哇...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經濟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就是很希望 可以把這份事業做好 對 然後他後來有一天 他就有跟我說 就是... 其實昨天有一個女學員 就是打電話給我 半夜兩點 但是我沒有結 我就... 喔...好 可是你知道女人的利誘感 就是會... 你知道... 叮 因為我平常不會看她 我真的是不會看她手機 但是某一天 我就真的就是打開她手機 然後就看到半夜兩點的對話紀錄 然後就打開那個你知道 LINE 不得了了 好 老婆... 老婆還沒睡嗎 她是知道她有老婆的 然後就可以說 我滿喜歡妳的 對 然後她帶的男生 來買課的那個男生 也是狗 然後還有未婚夫 她還說她要結婚 然後跟我老公說 我婚前想做一些瘋狂的事 哇... 因為我老公就是覺得 可能禮貌還是要回 但他有一隻狗 但你老公回的那句也不行啊 可惜被訂走了 我就不認識 妳的賤 李老公也是爛貨 可是他也在撩耶 可是他其實他平了 他那時候就是真的很 不想他跑掉 因為他其實那時候還沒付錢 然後老公又有點怕得罪他 可是他只付結他電話 然後回他訊息 但是他一開始就有跟他說 就是我有小朋友這樣 可惜你有家庭 天啊 你看... 做一些瘋狂的事 或許是你之類的 你看我老公要逼他說 或許之後你可以物色到好的對象 或許他教練啊 對... 然後他還說或許是你之類的 等一下 下一張 姊姊說 我想要你 哪裡 我真的 我想要你 叫你啦 我快去... 還沒辦法出來了 沒有 我跟他... 我跟你講我那個時候只有 而且我那時候剛生完小朋友 我想看那個大頭照 哇... 是不是 我說我們要預防... 預防啊 我看姊姊姊 他還說他要結婚 我想說你這好假的 我真的快氣死 我真的快氣死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老公 第一次遇到婚姻危機 然後我那時候又剛生完小孩 你都剛生完小孩又是 而且我講話 我又家庭祝福 我每天都在家 剛生完小孩就是 老公外遇機率最高的事 對... 反正我就是那時候 我後來我就跟他大崩潰 就是手都在抖這樣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情 我就好緊張 然後我後來我就打電話給我老公 因為我那時候我還住台北 他一個人在台中 我那時候在娘家 你看多可怕 他就是一個人的 一切的這樣疊加 然後我後來真的 忍不住我打電話 然後他還這樣 喂 然後我就說 我需要跟妳說 妳不要開視訊 因為我不想看到他的臉 然後他 因為我從來沒有這樣跟他講過話 然後他就很緊張 然後他說怎麼了 我說我看到對話紀錄了 他說什麼對話紀錄 我說妳隱藏的那一個 妳隱藏的那一個 然後他就瘋狂的道歉 然後從此之後 他就說沒關係 那不然這張我就不接了 我直接派給別人 不要讓他再繼續健身了 不做了 不做了 那要換工作了 他沒有工作的 有有有 他現在不做了 真的 換工作了 因為那之後 就是回去做藥師了 對啊 過藥師會很好 藥師接觸的都大公 阿嬤 沒錯 大屁的阿嬤 對啊 我真的是看過健身房 就是男生來 然後找一個健身教練 然後是女生 然後身材非常的好 他們一整個 四十分鐘都在聊天 賣電愛客 我想說他到底在健身 賣的是電愛客 而且我們一般都很誇張 一個女生穿得很辣 進來說 教練 今天要湊死我 好方便喔 為什麼我見這麼美 你見這麼美 我在旁邊傻眼耶 我想當教練喔 可惡 多安美 沒有 你有時候聽他們對話 你會氣死你知道嗎 那教練都愛撩嘛 我今天晚上要讓你死喔 晚上一定 我沒超你啊 超你喔 一定會發生什麼事了嘛 過三天那個女的又來了 教練 你有什麼事 沒有 我就是不想活了 天啊 我覺得很可怕耶 我也沒辦法接受 對啊 我曾經有一個男朋友是 平常都很正常 然後就是看起來也是一臉 就是一表人才的樣子 道貌黯然 但是還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發現他道貌黯然 可是他常常晚上就是比我晚睡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就是 睡著之後 隱隱約聽到一點點聲音 可是我在皺眉頭要起來的時候 我就聽到聲音又暗小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不行 這個要偷看了 因為你知道 女生的直覺又來了 第六感 然後我就想那我繼續假裝睡 撐很久 大概又撐半個小時 有時候撐到真的睡著 就感覺那邊還是有亮光這樣 然後半個小時後 他應該卸下心房 瞄一眼看到 他是這樣背對我的 好 你背對我的這樣 然後我這樣睡... 然後我就慢慢移動... 這樣子 好可怕 不得了 我看到 換雞了 他在看某種片子 哪一種 日本愛情動作片 別人的動作片 但是 是那種綁手綁腳的 綁... 綁手綁腳的系列 對 綁手綁腳的 然後我看到之後我就嚇到 因為平常他就很正常 就像你那個清純的女朋友一樣 平常白天就看起來是上班族 很正常 可是綁綁系列 也是A片的主流之一 也是OK 可是問題是 他是閉著我看 因為我看到之後 他就感覺好像要轉身的時候 我就趕快裝睡 然後我就感覺到 有一個人在看我 我心裡就覺得不太對勁 我就想說他叫綁我 他摸摸的去 你的意思是他看著你 然後看著你 對 因為我就覺得很變態 因為你知道如果是情趣 兩個人可能就是你要告訴我 對 你如果偷偷摸摸 躲躲藏藏 就是有問題 那他只有看而已 然後後來我就有 他應該不只看 對 我就有在問他 他應該拉電影 默默的拉下來 然後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害怕 我就裝睡 裝得很熟的那種 還要這樣 我假裝打呼 然後後來隔天我就用 那個言語的引導問他說 Hanny有沒有什麼 就不為人知的 祕密想跟我分享 你要他探偽 你不為人知的 還不為人知的 他就說沒有啊 我一直都是這樣啊 我覺得你很好 他就真的變到貌黯然了 這個時候都不願意講 當下你也看不出來 這種是有點偏變態的 你不知道他生死狀況什麼 所以其實要多觀察 聽起來這個好像比較恐怖 對啊 那小鑫剛那個 就變成沒什麼了 對啊 對啊 那是小鑫剛 對 因為我們那個那一瓶要用完 對 你也需要進化一下 對 進化一下 對 不要被你胡思亂講 對 來 3 2 1 開始 好強喔 好厲害喔 我們的真的很強耶 很強 很嚇到耶 嚇到 我覺得我以前就是那一種 令愛腦 就是男生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就是把我的錢賺來 全部都是給男朋友那一種 對 就是 如果你不夠愛你自己 你愛他 他也不會珍惜你 所以我現在覺得身為一個女人 而且已經過30歲了 一定要好好的愛自己 這樣才可以吸引到 真的愛你的人 像我之前去比健美比賽 然後就是因為我覺得 健美比賽可以讓我滿有自信 除了健美以外 我看我會 對 我爬上一次他帶我爬 對 我會爬 我會跑步 跑步也是我帶你跑 對 他帶我當然是正向的朋友 而且上個月 我完成了我人生第一場 鐵人三項113公里 超強的 超強的 天啊 超強的 所以我幾乎無時無刻都曝曬 在大太陽底下 每天跟太陽擁抱 這個人也是妳啊 都是我 我每天都在曬太陽 然後我的袍子 還有我的粉絲都覺得 怎麼可能 因為三鐵的人長了 跟你長得就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都會說 可是為什麼 你沒有黑 對 你沒有黑 會很納悶啊 因為我期待 來看到你是 就是女的 女的 紗金奴 或者女的 看若你 就沒有啊 沒有 就期待落空 因為平常我都有好好保養 有秘密語氣就對了 有 我今天有把我的 亮眼小秘密帶過來 是喔 小秘密 以前的觀念都會說 一白遮三重 對 她一凸 鬼說 真的 但是其實現代的女生 其實也不會追求要多白 不會像艾亞要這麼白 我們就是正常的 健康膚色就好 就不用超級白 對 不用那麼超級白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膚色暗沉 膚色不均 你的氣色就會看起來很差 很健康 所以我說像小豬 這麼大的運動量 然後曝曬在太陽底下 還能夠維持 你看多亮麗對不對 對 狀態的時候 很不簡單 所以一定要分享 你厲害的配布 就是這個玫瑰CD 而且它是愛心粉紅色 超級可愛 超可愛 平常我們在吃就是 保健食品的時候 你們都以為要配水對不對 沒有 它是可以直接打開來吃 用甘的 用薄的 對 酸酸甜甜的 你們想吃嗎 吃看看這個 我錄前有吃有個好吃的 好吃 真的好吃 整個吃完就是有那種 送你吃噴發的感覺 對 而且感覺很刷水 也可以一直吃 我們冷靜 你們吃起來有沒有 有一種玫瑰的香氣 對 因為它這個呢 就是一天其實你吃 一顆到六顆都可以 一到六顆 對 看你想要怎麼吃 像我今天 其實基本一天一顆就可以了 基本一天一顆 那你如果真的覺得好吃 其實六顆以內都可以 對 多主意 對 像我今天是吃了三顆 因為我覺得太好吃了 好吧 我再來吃一顆好了 我剛剛已經吃了一顆 對 因為它裡面呢 是有日本專利的玫瑰花瓣萃取 然後 二十二萬片的玫瑰花瓣 才可以萃取一公斤的原料 然後這裡是八十片 它是二十二萬片 那不就整個攝影棚了 幾乎 對 其實整個攝影棚 裡面才會有 大家都以為玫瑰花 是拿來聞起來的 很少人無法去想像說 玫瑰花吃起來的味道是什麼 你給它含這個 就是滿滿的口腔 那個 那個 玫瑰花香 對 香氣 原來玫瑰花香就是這個味道 玫瑰花萃取是最近包養 很流行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像它呢 就可以打造一個燈泡機 然後你可以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那種 連塵蟎 花粉 會有點引起不舒服的 它還可以幫你紓緩 對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 環式型維生素C 對 因為維生素C 其實可以促進我們 膠原蛋白的生成 然後因為 緩式型更能精準的補充 對 我覺得緩式型是一個 很特別的名字 第一次精到 對 它可以有效去吸收 沒錯 然後除此之外 它裡面有 紅石柳的萃取在裡面 也是最近韓國很流行的 NNN呢 我覺得就不用多說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最近貴婦們都在追的 青春小秘密 這個研究 那個六個諾貝勒獎的得主背書 然後被人體的抗衰老 抗老化 而且它小小的一顆 有八大的專利物料 而且它有 113張的證書 對 這樣很有寶藏 對 就跟我113公里一樣 沒有 我覺得超有緣的 真的很狂耶 對 大家都知道我這個牌照 我牌照沒有在下雨 牌照不要出永遠之外 一天都爆表 而且我即便是在那邊拍片 也要打燈 所以我真的 我就覺得我好像出去外面 買個菜回來 五分鐘就晒黑了 但是怎麼維持 我真的 我覺得很有用耶 對 因為我真的 但我去台中這麼久了 我還是這樣玩 真的 妳好白喔 超白 超白 我差點都忘記妳是台中人 閃閃發亡 其實我們也很常去南部 中部 南投 因為南投是百月聚集地 你知道我們在山上的時候 我們都是 兩三天都沒辦法下山 然後就一直晒 所以我覺得平常呢 就是我們在保養 我們要杜絕有黑的話 我們的抗 補 患非常重要 先阻絕外界傷害 然後再補充紫萃精華 最後呢 再促進新陳代謝 我們就會打造我們的那個燈泡機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而且我最近有滿多朋友 就是遇到我 然後他就會說 妳最近是不是談戀愛了 對啊 最近有在談戀愛嗎 我沒有 我現在單身 然後沒有 妳們不可以 妳們不可以 因為我氣色好 就不介紹對象給我認識 而且很紅潤耶 真的 對 所以我不得不說 妳感覺像熱戀中 對啊 就是真的很多人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妳們不可以 因為我吃玫瑰C-Ping 就誤會我 對 趕快介紹對象給我認識 而且大家可能看到燈泡機 就會覺得 有點難相處 有點難靠近 有點追不到的感覺 沒有 趕快幫我介紹 其實妳很好追 很好追 對 怎麼這麼多 對 他們這樣好好介紹 我真的很好追 對 然後像我覺得 像短短一排 因為它裡面是有三排 然後我覺得 一排就直接放在包包裡 妳要隨時可以補償 我們兩個已經快吃完了 這很好吃耶 一天六顆 那就好 我們一人六顆啊 對 一人六顆剛好 對 我們其實 一天是這樣子剪 我們可以剪刀剪一半 然後帶六顆出去 妳就會控制妳的樣子 像一排嘛 放在包包裡面啊 是耶 不能拿出來跟別人分享 因為會被吃完 真的 我今天才拿出來 就直接被整包拿走 好好吃 而且不用配水 直接吃 我剛剛看來知道 這個團隊我很熟啊 因為我們過去有合作過 他們的產品很厲害 都是關心的 真的 很關心的 好 這個感情要看原分啊 那JP真的一定要太誇張 對 花地獲得漂亮 自信呢 像黃沐妍這樣 才是最重要的 沒錯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倒是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你好 謝謝大家 我們觀眾最喜愛的 全國街訪大調查 又來了 今天要為大家繼續啦 這集的主題呢 相當有共鳴 真的嗎 一般我們去入訪的時候 我不要... 這一次呢 每個人爭相永遠 要被訪 因為我們調查的是 女人最討厭的事 今天在場的來賓 也都是女生喔 你今天不要可憐啦 OK 不會... 習慣了 習慣了 幸福啊 幸福... OK 要請我們來賓 天忍 MC F&Shot 來我們的Julie姐 我們的潘映竹 來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調查 非常的了不起啊 我們是經過七天六夜 前進校園 走上街頭 網路同步進行 鋪天蓋地 總共兩千四百一十五個人投票 平均年齡三十八歲 那是碰到什麼問題呢 女人碰到哪件事 覺得超煩超討厭 對 我們一一揭曉 我們從第三名來揭曉 第三名 女人最討厭什麼 來 會生存勾心鬥假真的很累 朋友 她會私底下跟我講 另外一個人壞話 表面上跟她看起來好 這些綠茶表 拜託你們腦袋醒醒好嗎 表面上跟她就是 最好的朋友 直下跟我抱怨說 那個人多爛多爛 姐妹 妳不要這麼假面嗎 高中的時候 就有一個學姐 很喜歡我朋友 然後就到處講我壞話 她覺得 我跟我朋友太好 然後她就沒辦法跟我朋友變好 真的很幼稚 有女生的地方一定會勾心鬥假 都會比來比去啊 我之前一個很好的朋友 她會去賞人家的男朋友 報告是我做 但是她為了拿成績 然後她就會說是她做的 她這種心情情也真的很討厭 小學的時候 遇到那種有女生 就是覺得說我喜歡她男朋友 然後她就說我是狐狸精 所有人都說 那個妳是喜歡的男生 何必這樣勾心鬥假 眼光沒有那麼差 好 大家各自 抒發自己的意見 對 抒發一下 大家有時候也聽聽就好了 來 Joy姐來 不是 我真的同意 只要有女人的地方 就會有勾心鬥假 之前有一陣子呢 你知道大家就喜歡做一些群組 有時候我們去吃個飯 然後很開心 我們今天吃 譬如說吃一個魚的料理 我們說哇 好開心啊 然後我們今天大家就加群組 以後我們就固定出來吃飯啊 那種姐妹群組是不是 對 其中裡面有一個媽媽 她生了四個小孩 那她最小的小孩才三歲 最大的小孩已經十八歲了 所以她每天都很累 她常常就在群組裡面 就抱怨說 我腰好痠喔 我今天又幹嘛這樣 那我就好意 她說做家事好多喔 手好痠喔 然後我就說 我這裡有一根就是 日本很好用的貼布 因為這款貼布是大家都會團購 然後去日本都會請人家 帶買的一個藥妝店的東西 那你快給我那個收件地址 我就要那個拉拉 可以送去給你這樣 是不是很nice 很nice啊 是不是 對 你真的很有心耶 下面的回覆 好心貝雷欣 哎唷 你真好啊 覺得好老公 才能到處去玩 在假掰什麼啊 真是謝了 在後面還沒有 可是我跟你說 心裡就是這樣子 因為她那個講的話就說 哎唷 因為你一定要先跟我說 謝謝 謝謝啊 我好需要喔 這樣子 好像後宮徵團 算了 可以啊 這個就算了 裡面群組有十一個人 扣除我有十個人 對 沒有人回我 沒有人要回應你 那你就直接退出那個群組就好了 我後來退出啊 這個就很回應了 奇怪 九月甚至三號 十六號 就有個推哥說 哇 這個梅子很好吃 對啊 這別人啊 對 這是別人啊 他們就說姐妹妹 這是團購梅肉 兩百塊一包 要嗎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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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待遇 就理解 退群組了啦 對啊 你們都退群了 尷尬死了 我都是女生 要在男生面前不要 就是展現自己真的很可怕 就是行蹟太重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跟我的室友就是 也不能說喜歡同一個人 就是說她是一個學長 然後她是在做那個 冰球 冰球 對 好酷喔 冰球 冰球是真的 對 是Hockey Hockey 抱歉 九月不好 我覺得是對 就是Hockey 對 她就是在那個團隊裡面 很多人也很就是喜歡她 那時候就是我的那個室友 她就是很喜歡她 然後其實我就是 單純就是想殺她而已 因為我覺得她很厲害 想殺她 想殺她 我想殺我的室友 不是她 對 不是學長 就是我們在那個室舍 有打掃 然後就是要丟垃圾 就遇到這個學長 我可能要示範一下 可以 我要看妳示範 來 妳就是當我的室友 女生跟女生嗎 對 當我室友 然後我堵 好 玉琳哥去當我們的室友 是那個帥的室友 最帥的室友 等一下 對 她還在那裡 她還在那裡 太快了 太快了 不要這樣子 好 我先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樣 那個是垃圾桶 我們就這樣一起走過去 然後她就這樣裝過來 我的室友就突然跌倒 想說是我退她 後攻這樣完全 來一下 好 走過來 好 好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 你這個壞女人 你現在打垃圾了 你有多餓毒的 是 我幫你出去 你滾 你滾 他屁了 他屁了 我們現在演霸電閃嗎 你演得太太過癮了 是他演是不是 你是他演 你就是傻演 我傻演 怎麼這樣 什麼這樣 我沒有推你 怎麼了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他啦 都他啦 你什麼 你現在都不要跟他說 他推我 我的天啊 你自己走 你是不是討厭我 我們就打架 沒有他 我就這樣 用那個螺蛇刀 這樣子打是他的 印竹你好適合演壞女人 真的耶 是不是 你很厲害 他跌倒就說我退他了 自己飛走 就是為了在他旁邊 然後那個就要照顧他 富他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一個好姐妹 然後她剛好就要跟一個 算是一個老闆去談她想要創業的東西 那她就想說好 就是因為天人比較會去應對這種東西 所以她就假借一個名義就是說 叫我擔任她的 算是同樣在企劃的人 算有點像小秘書這樣子 然後她就找我一起去 我當天還戴了 就是一個眼鏡 對就是 看起來很聰明 沒有 看起來很Sexy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些Sexy女生 戴上眼鏡更Sexy 所以原來是眼鏡出問題 眼鏡看人看 對 然後我當天還穿白襯衫 對 心機好聰明 然後結果後來呢 這個聲音就大功告成 就彈成了 結果過了一陣子 我居然從朋友的朋友 口中聽到說 就是我這個女生朋友 在這個老闆面前 現在正在就是 對 她就跟那個大老闆說 天人啊這個 她這個女生其實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就是有點心機這樣 然後就是整天也是 也是在想要怎麼樣 才可以嫁入豪門這種的 可是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後來我終於搞懂 為什麼她要這樣通過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她那個老闆 當時 對我有一點點興趣 就是她有問我朋友說 那個天人 然後她就先阻擋 就說她怎樣 對 然後她自己就是可能想要靠近一點點 然後她就想說 就是不想要有競爭者 所以她就直接跟那個老闆說 天人是不好的女生 我聽了真的是有夠生氣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因為妳還幫她 對 我還幫妳 然後還談成妳們 這個事業現在做得也很好 現在可以把她用斷沒關係 對啊 我是什麼 斷掉這條線 我要對出群組 你也是群組裡面是不是 趁她去倒垃圾的時候 偷對她 等一下 就這樣做她 我真的覺得 女生最討厭的事情 很多不是男生造成的 就是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對 這都是女生自己搞出來的 因為以前我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一個團體 女團 有一天呢 就是我們隔天有個商業 然後前一天我們拿到隔天的那個商業 她有發就是他們的 有Logo的那種T恤 那那個T恤就是 她比較沒有那麼合身 就比較大件 就一個女生她就說 我覺得這衣服很醜 那麼大件 就沒辦法顯現出 我們的身材的線條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還是我們今天大家回去 就把衣服加工 把它剪過 然後可能綁腰身或什麼 然後我們就說 好啊 不錯 這個體驗很好 所以大家就一致決議說 今天回去就把這個衣服做加工 結果隔天後來到了現場之後 大家的衣服都有剪啊 鞋肩幹嘛這樣子 然後就是 完全沒動 完全沒有動 她的理由是他們家 找不到那個剪刀 所以她的衣服 就這樣穿得好端端的上場 結果這一場結束之後呢 反正老闆跟廠商就是很不開心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是一個可能 比較偏公益性質 那樣子的活動什麼的 她希望大家是穿得比較 就是端莊 他們不同意我們在沒有經過 他們允許之下 就剪這樣子 然後就只有那個女生 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剪 然後她還說 其實我覺得這衣服滿好看的 就在廠商跟老闆面前 這樣子講 結果後來她就變成 我們整團的C位女主角 然後有時候演出完 大家可能就是比較遠 大家各自要想辦法打車 並車回家 沒有她說 老闆送她回家 厲害了 就很厲害 來揭曉第四名 被耳男燒了 我們來看一下VCR 然後我先剛VCR 她就是來IV上面找我 突然就發她自己的裸照 女生常常被各種小弟弟嚇到很可怕 所以我常常會收到私訊 就是有人 想要買我的襪子 或是想要填我的膠 聽起來超色情的 走到路上的時候 遇到男生就會 從頭到腳這樣掃描妳 她就會摸妳的肩膀說 同學妳怎麼樣怎麼樣 先住手請滾開 被打傘 被我一個男生頭 然後身後走過來 然後跟我說 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可以跟你當朋友嗎 我想背後 看到我的眼睛 不奇怪的不一樣 我在等媽媽來接受 她就是有一個學弟 用下體去碰觸我後面 現在還是想起來 就是噁心 然後就是會反胃 搭捷運 然後沿路跟我回家 突然進到我社群說 她想認識我 然後聽我報警就抓她 因為真的蠻噁心的 我說我跟天蠍很不合 她就說可是其他地方很合 太豪像男生不行 對 OK 這都太油條了 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在練跆拳的時候 然後那個男生 他的姐姐 跟我在同一個道館練習 然後他們兩個都騎檔車 那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那個大姐姐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安排了幾次 我們假日如果練習完 回家的方向是一樣的 但不是姐姐載我 他就說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想這麼多 就覺得好啊 那就一起 對 然後他們一次兩次 然後後來再來就姐姐 有一次姐姐沒有跟上以後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就開始拒絕那個男生 我就說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坐車回去 或是我爸載我 結果你知道那男生 跟我說什麼啊 他說 好啊 那我們就分手啊 沒在一起 沒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是不是覺得好可惜 你知道那個男生 沒在一起分配 而且 他知道我家在哪 他會假日 你只要出門 然後他會出現在你家門口 你後來怎麼樣 讓他就是 得到嗎 怎樣 我就用腳踢他的臉 這麼帥 你沒有踢到他 你沒有踢到他 就他面前這樣 玉琳哥 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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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政策性很強耶 真的 好刺激喔 玉琳哥很有刺激喔 我是一開家門 然後 我就 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 我看這個臉 我不會說 就是想 不行啊 不行 你不要講話 對 然後我出來 我看到他在這邊 我後來就走過去 我就靠近他 我就把我的腳就 不要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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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但我現在是因為 他開起來有一個 有聲風耶 我剛才知道 沒有 沒有 有淡淡的鮮魚味 但我當初的腳 是可以停住 他有沒有爪條皮 摳你的腳 不要摸 我不要摸 我不要摸 我可以填 但是 腳是要在一起 對 他裡面講那個腳 你知道那個臉書 不是常常會放一些照片嗎 我就放了一些照片之後 就是大部分都是工作照 或者是有時候是 跟家人出去一些照片 我就會有一些流言 很奇怪 那上面就會寫 男生就會寫說 你的腿好漂亮 我好想填你的腳趾頭 我好想填你的腳趾頭 我覺得你流這個言 我可以把你封鎖 我可以刪掉 可以 重點來了 是第二天我收到那個臉書 暫停我使用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上面就寫說 來 你被封鎖 那倒是奇怪的 對 因為他講說 他騷擾你然後你被封鎖 封鎖的臉書上面是寫說 因為你放了一些 在社群裡面 就是違反我們規定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必須要 停權你兩個禮拜 我心裡在想 為什麼 我到底 為什麼還是不懂 我哪裡做錯了 因為他是用關鍵字去查 那個系統是用關鍵字 你要判的是那個人 以後不能在人家的板上 亂留言 你怎麼會說我呢 OK 來 有一次我發生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很可怕 那時候我是在一家公司上班 然後我就跟我男朋友講話 然後突然跟他吵架 然後我覺得我真的 工作做不下去 我真的要立刻回家跟他吵 然後我就是 朗一太小黃 要去我家裡 我在車上 那個司機跟我聊天 他問我一些就是 阿姨是哪一國人 阿姨在台灣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我們已經開進去 我住的社區 然後他就說 我很想了解你 我很想認識你 然後我就不回答 他就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好好的朋友 我加你的Line 我就跟你聊天 加皮夾 這是很自語 對 然後 然後就怎麼樣 我就說 先生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方便 我有男朋友 然後我聽到這樣 聲音 他把門鎖住了 他把門鎖住了 爸 然後他就是用鏡子看我 然後說 小姐 這是我真的很喜歡你 怎麼樣 我說 門打開 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一直一直不放過我 然後我真的開始很緊張 因為 他就是要這樣玩後 然後就是想要磨我的 我的膝蓋 然後我就覺得超噁 然後我就立刻打電話給我男友 然後我一句話都不講 我就直接給他聽 然後他就立刻下來 然後這個人就說 不好意思 不是 他誤會了 我不是 他就說他們說 就是因為我不願意付錢 然後我說 放屁 你說什麼 我說你剛剛跟我怎麼樣 然後我男友說 我剛剛聽到了 你說的話 你就要跟他道歉 然後我就看那個表 他就可能有什麼 一百多塊 我自己有 我身上自己有五百 我真的直接摔他臉上說 不要找 然後就下去 妳還便宜嗎 對 我覺得真的 好噁喔 不會 對 我只愛給人家的 好噁 對 我不想他找那個錢 然後 像我遇過的就是 遇到了那個日本的特產 就被我遇到 我去日本玩 然後因為在那種上下班 尖峰時段 他的電車非常非常擠 我剛好搶到一個位子 我就坐在這邊 可是前面的人 大家都是很貼近 因為很擠很擠很擠 然後就一個男生 就是比如說你坐的對不對 坐的 然後他大概就是這樣 這麼近喔 所以我的頭大概在他的肚子 因為他又更高嘛 所以你是演那個男的嘛 對 所以就是解釋你 因為我又更高 所以我的頭氣大概 直似著他這個附近 然後我就覺得 他的下體靠我好近喔 我就一直要閃這樣子 後來呢 因為通常都要做一大段距離嘛 就開始發現 就是 前面有一點起伏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 他把他的手就是 放進去他的褲襠裡面 然後就上下上下 我快吐了 然後我又一直要這樣 眼神求救 旁邊的人 完全沒有人理我耶 就自己全給他打下去了 對 後來就到了 新宿站 就是大站 然後很多人要下車什麼的 我就想說 我終於可以 想說趕快站起來 去換位置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可以移動這樣子 他可能發現我要移動 他就這樣站著對不對 然後門是這樣開著 很多人下車 然後他就突然間這樣 還坐下再跑走 這樣他也爽 一秒 一秒 他這樣也爽 對 然後我就是整個就是 驚呆著 在那個原地 好可怕喔 對 大家要小心 來 接受第二名 大姨媽來找茶 我超討厭大姨媽來 你很想要他來的時候不來 然後你不想要他來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來 一整天都有事情 然後忙到沒有時間 去換衛生品 很不舒服 想要泡溫泉的時候不能泡 去海邊的時候 突然不能玩水 這樣真的很掃興 賀爾蒙絲條 還痛到吐 女生真的很辛苦 我朋友她是在午餐工作 每個月驚起來都穿透 沒有辦法工作 那個男同事就會被她在演 但是就真的很痛啊 白天男生可以對 很多一點酒量 有一陣子壓力比較大 大姨媽可能同一個月來了兩次 穿白色的衣服啊 發現一片都是紅色很尷尬 驚奇亂掉真的很痛苦 進去就會很不穩定 可能會突然掉淚 要吃很多止痛藥 夏天很熱的時候 然後只能喝熱的 入冷冷房的時候 還會被人家說 這種天氣怎麼還在用冷冷房 出國 或是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突然 那個來 女生真的很可憐 真的 這是真的大家的公民 女生的公民 我每一次來 我每一次來 真的頭痛到爆 然後會吃很多止痛藥 我不是之前植入嗎 然後就因為失敗 然後結果月經一來的時候 我是大哭 家娘她會覺得說 其實女生真的很辛苦 要的東西然後沒來 然後月經又來的時候 那個身心靈整個已經 對 負荷不了 就崩潰大哭 然後她就覺得說 以後她都能理解 月經來要更體諒 對 其實我從就是第一次月經 來到生小孩之前 這一整段 我基本上驚痛都會痛到 昏倒 對 其實真的會痛到昏倒 後來就想說 因為畢竟就是 驚痛的感覺 跟拉肚子的感覺 是有一點點雷同的 我就想說 那去蹲看看馬桶 會不會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我每次都是蹲在那邊 然後就是 然後後來我想說 生完小孩應該就沒事了 因為生完小孩 真的比較不會驚痛 前面幾次確實真的 沒有什麼太痛的感覺 對 還覺得有點開心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太好了 月子就坐了 好 生這個小孩值得了 對 值得 原來她真的哭都沒關係 都沒有我驚痛那麼嚴重 然後結果真的就有一天 半夜的時候 我突然 天哪 那個感覺就是 又來了 又回來了 我真的超害怕 然後我就一樣 就跑去廁所 我想說 順便上個廁所好了 我就蹲在那裡 想說天哪 太痛了 我在想家裡面好像沒有止痛藥 因為太久沒有這樣痛了 我根本就沒有準備 正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突然之間我就 沒有記憶了 又昏倒 對 然後 又昏倒 我再一次起來的時候 我的就是 我已經是趴在地上 就我的頭是 上半身是 倒在乾濕分離裡面 所以我這一整面都是水 對 因為畢竟 晚上才洗過澡 然後就這一面在地板上 我就爬起來 然後就發現 完蛋了 失掉了 然後想說 那擦一擦 擦乾這樣子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用爬的 爬回床上 然後那時候 前夫就還在睡覺 我就搖他起來 他就 他就 什麼 你剛剛昏倒 然後直到就是 他開始照顧我之後 我才突然發現 我的膝蓋 跟我的手肘 還有我的頭 超級痛 我就發現 我的額頭這邊 腫了一大顆 像乒乓球一樣大的 抹起來 那撞得很嚴重的 對 所以我真的很超幸 那現在也好一點了嗎 現在好很多 好很多 後來我發現 其實跟壓力 比較有關係 對 心情很好真的有差 我老婆自從嫁給我又 狀況就改善 心情好 妳有確定她有這樣說嗎 妳有這樣講嗎 心情可能不好 我再來問雅雅 怪不得以前的女朋友 真的 玉琳哥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這個眼睛 妳都可以把它拉到妳身上去 身體有多厲害 真的 妳是生小孩前 妳會驚痛 對 我是生小孩前 我都不會驚痛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驚痛 我是生完我第二個女兒開始 我整個體質 也變了 對 就變了 我老公他們家是中醫 對 所以他有教我 我小叔他們有教過我幾個方法 比如說像按穴道 大拇指上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太陰穴 就在大拇指跟小食指 這兩個的中間這裡 上 這裡 對 這裡有一個穴道 這個穴道你按下去 它可以讓你舒緩 有時候是腹部痛 有時候是全身的 然後你頭痛 這個其實都是可以 所以有痛感的時候 在這裡可以舒緩 對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地方叫三陰膠穴道 三陰膠 其實這樣壓就有感覺 對 對不對 就有痠 我們水腫的時候按這裡 它也會舒緩很 你按下去 你會整個腳會鬆掉 因為我們有時候痠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整個下半身很水腫 很痛 對 這真的很痛 不用感覺對不對 痛一下就痛了 其實是很舒服的 沒有 我去那個針灸 它也是正這兩個地方 這裡 這個地方也是差的 月經來啊 什麼有很多很多的壞處 女生都很討厭這件事情 有一次好了 就是我一個朋友 從國外回來 那他住在飯店裡 然後他就說 那你來我飯店 就是樓下有一個很漂亮的Lounge 我們在那邊喝個咖啡 然後我想說好啊 那去飯店 那我就穿一個漂亮一點 基本上我的月室 都是還蠻準時的 那偶爾會突催一下 那那一天就是一個突催的日子 那我不知道 就是我就穿了一個套裝 那是白色的 結果我就當下就 反正就坐下來 然後就跟他喝一喝咖啡 忽然覺得 一股暖流 對 不太對勁 我心想說天啊 我現在怎麼辦呢 對 於是那時候我就把手上的一杯 我靈機一動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朋友講說 我覺得我好像 對 有一點人 頭有點痛 然後我就拿那個咖啡拿起來 然後我就喝一喝 然後想說天啊怎麼辦 絕對已經要 已經要陰出 就散出來了 我就這樣 對啊 最近好累喔 不小心 怎麼辦 不好意思 我把咖啡打翻了 他們說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那麼燙傷 然後我說沒事 不好意思幫你 我那個沙發弄髒了 那你那個 那個紙巾來 然後我擦一下 他們就說那我幫你 沒關係...我自己可以 我這樣很方便 我就趕快趁機 然後那紙巾先 那個眼睛要自然不容易 對... 要超自然 而且咖啡真的不能太燙 不能太濕 整片爛掉 不能太燙 那擦一擦我就說 好 那我去整理一下 因為我這個一定要洗一下 我的褲子是白色的 我就拿了一個外套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他這樣走出去不好看 所以我就盛視就這樣綁起來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說不好意思我去一下 然後我就 就這樣瞄了一下 我那個沙發 很好 可以了 是咖啡色 是咖啡色 然後我就這樣走了 我就去洗手間 然後去處理 所以咖啡變成啤酒鬼 對... 這個概念 咖啡啤酒鬼 我覺得那... 咖啡背了黑鍋 對... 我的咖啡背了我的黑鍋之外 所以我覺得女生 出去外面的時候呢 最好還是要戴一個小外套 尤其因為有冷氣嘛 真的很好用 我們看 好 來 我們揭曉 第五名是什麼呢 很多女生的痛 男生永遠比女生好 過年 過節 女生永遠都在廚房忙 男生呢永遠就是 沒事做在那邊翹著腿 這種 真的不行 我在打勾的時候 我就是已經沒事做了 然後旁邊有人要幫忙 主任的話就會叫男生去 憑什麼就是都只叫男生做事 不要把女生當廢物 在職場的時候 會遇到男生 瞧不起女生的樣子 永遠都想要自己表現 不想要讓我們幫忙 反正你們這些男的愛表現 會樂得輕鬆 男人們別再自己為事了 過年的時候 家裡的長輩都會叫我弟弟去拔杯 我明明手氣比較好 做人比較誠懇 為什麼不找我 不好意思 我是長女人可以尊重我一下嗎 弟弟跨年的時候都可以出去玩 但為什麼只有女生跨年還要待在家裡 都什麼年代還有這種老觀念 我長輩都會覺得說 女生好像很早都要結婚 男生越老越值錢 為什麼 這個世代了 男生哪裡還 永遠都會比女生好 可以擺脫這種男情女 這種觀念了嗎 女權已經都這麼發達了 希望能夠改進觀念 千萬不要小看女人 真的 但可是我發現我遇到那種 會有這種男女不平等的觀念 就是執行得非常透徹的 通常是女生耶 對 就是老人家 對 在家裡面 反而是女生在看身體 反而是媽媽 反而是婆婆 對... 一般爸爸或公公還不會喔 對... 很奇怪 都是女人在為難女人 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去到他們家的時候 他鞋子他們放到鞋櫃裡面 那你是不是就乖乖 你進去一定是跟著人家放 結果他媽媽第一次就默默地 把我的鞋子 就拿到外面去放 我第一次因為他沒跟我講 你不知道 然後後來就 因為第一次去嘛 然後後來越來越熟以後 我這樣要去 進去他們家 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他說 你鞋子要放外面 他說 女生的鞋不可以拿進門 因為他們 那個前男友他的爸爸 很早就過世了 結果他的媽媽就用這一套 換成把兒子當成 爸爸的地位 對 然後這樣子 家裡唯一的男人 對 就很奇怪 然後吃飯 男生沒有上桌 女生不能上桌 好傳統喔 所以 所以妳會嫁嗎 不會 當然不行 那個我連櫻桌朋友 我都沒辦法 沒辦法 我就真的 就我就會想說 妳都這樣子過來 妳為什麼不放過妳自己 要放過別人 什麼都放過女人 真的 像男生可能會 就是會有一些刻板印象 因為像我自己平常的愛好 就是我很喜歡 打高爾夫球 跟我喜歡騎重球 那個都被認為是男生的 對 所以其實我剛開始 我學高爾夫球的時候 然後比如說我 我去球場打球 遇到男生就說 妳真的會打嗎 那來拍照吧 來陪打吧 什麼 就是講很酸 然後我就覺得 妳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因為我為了要學這個運動 我要上教練課 就要用這一堂可能三千塊 我上了兩年 可能已經上了超過有一百堂了 都是我自己花錢 然後我自己花時間去練習 然後下場打一場球 可能四五千塊 你要自己花錢 對 然後你買裝備幹嘛 就是你要付出的東西很多 但是男生永遠都會覺得說 不可能 你就是 你就是來這邊 就當花瓶 他有說你來這邊是有錢人的 對 像我喜歡騎重機 那因為重機其實也都是 這個圈子其實男生比較多 對 然後像常常 像我之前要去跑賽道 就會被人家酸說 不要來這邊擋路 就因為像男生很會覺得 女生都是三幫 就是騎車騎不好 開車開不好 奇怪有規定說 這個運動女生不能玩嗎 我也喜歡 然後我願意花時間 精力去投入 然後我也是在練習 對 然後所以像我就是 騎重機 我也是有在 我就是去賽道 對 然後我就練習 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這是妳喔 對啊 好帥喔 我就是買裝備啊 然後什麼 然後一樣去騎 好帥喔 好帥喔 好想給妳載喔 很帥耶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女生現在喜歡什麼 妳也不用被那個框架框 對 已經不是男生可以一定 但妳想做就做 很多人都說女生啊 妳騎重機妳倒車了 妳就叫男生簽就好 沒有 我都自己簽 就是我 我就覺得說我可以 就是我不想要每次都是 讓男生覺得說 你們女生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來簽就好 好 沒關係妳高興就好 對啊 就是女生還是可以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實真的女生可以做很多事 像我都會自己換燈耶 燈都是我自己在換的 對啊 然後都是家娘在下面說 妳真的可以嗎 然後會不會電到 我說沒事 妳有辦法那個 坐上旅梯讓我換嗎 我就是坐上旅梯換的啊 因為有時候真的 妳可以用雙腳移動旅梯嗎 我可以試試看 沒有什麼大問題 真的啦 男生可以 女生也行 對 真的 女生很容易被看低啦 因為我有一個親戚 她就是她跟她的前夫 就是離婚的時候 那時候在談條件 因為他們的小孩 是讀私立學校的 所以學費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那男生就說 我是不擔心我自己啦 但是妳要不要想一下 妳一個女生離過婚了 就是妳要怎麼樣賺錢 哪些職場還要用妳嗎 什麼的 然後就講了一副說 就是我那個親戚 付不了生活費那種感覺 然後她就很有行情那種感覺 可是我聽到那種 我真的覺得超氣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段婚姻 真的都是女生的能力 是比男生還要強的 他們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這親戚賺的錢 還比她的前夫還要多 反而是她前夫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這個學費 然後我就覺得 對 就是真的 超級討厭那種傳統觀念 來 揭曉 第一名 人 神 共憤的第一名 最討厭什麼是呢 女生 就是要有女生的樣子 對 很多工作就會要求說 女生要化妝才禮老 我沒有化妝也很漂亮 素顏嚇到了是不是 就是沒有瓜意嗎 好像個女生很髒樣 男生一定要穿裙子 然後明明天天氣很冷 男生拜託妳們 八度的時候 穿內褲出門給大家看 很煩 所以有時候會說 女生要留長頭髮啊 女生不可以把髒話 不可以翹腳 女生想要留長留短 幹妳們什麼事 很多的話可能就會被 用一樣的眼光注視 我就吃了門給妳 然後話比較直接一點 男生就會說 為什麼都沒有女人味 我會表情講說 這種話 就會被別人說什麼 女生妳不可以罵髒話 女生也是比較男生 男生有沒有比較了不起 在沙發上是湯子 所以比較開會被講到 為什麼女生做的腿不然開開的 我有刺青長輩就說 妳這樣子 男生看到都不敢喜歡妳 你們好煩啊 怨念真的很深 對 女生的怨念真的很深 硬竹騎重機 人家有跟妳說 女生要女生的樣子 騎什麼重機 反正妳做什麼 都要被人家講 像我以前真的是 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我那 其實我那時候小時候 蠻戀愛腦的 他講什麼就聽什麼 跟他出去約會呢 一定要穿短 穿裙子配高跟鞋 一定要穿高跟鞋 我的體重 它有限制要在 50公斤以內 所以我就是每天要在那邊 我就很緊張 因為我就是飲食控制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是 他媽媽想要的媳婦的類型 可能就是那一種就是 大家閨秀這樣子 我覺得我的個性那時候 被他就是有點壓抑 就是變得我就是 好像要很小女人 然後連髒話 你都不能飆出來 如果你不然 看假小朋友 這樣不行 真的假的我還會很罪惡 我會覺得說 天啊 我怎麼會犯這個錯誤這樣子 然後他也是 他就要求說 你一定全身要除毛 筆記你全部都要光溜溜 因為他想摸到你的時候 那個質感要很 很滋滑這樣子 雖然說我內心是覺得很壓抑 可是我還是順手 忍不了多久 對 就是你忍不了多久 因為你那個內心 你自己想要做自己那種慾望 就是你像我現在 你真的長大了 我就不會接受的這種事情 我老公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人 所以他已經有很多東西 壓在我身上 覺得女生不能講髒話 女生就要有女生的樣子 有一天我就在家裡面 他就看了我一眼 他就說 你是個女生 你為什麼要穿一個男生的 就是四腳褲 在家裡面走來走去 很舒服耶 在家裡面很舒服耶 我說等一下 你們不是都這樣穿在家裡嗎 對啊 那你不是男生啊 為什麼你就是男生 那女生就不是四腳的啊 你什麼女生 女生也可以四腳啊 他這樣就不是女生啊 為什麼 還是不要穿 為什麼就是這樣子不要穿 他男生一直是說 沒有一定要這樣 男生沒有一定就是四腳褲 男生那如果男生不穿 貼了三腳褲 他意思是說 因為我不穿 乾脆穿丁字褲 不舒服啊 女生也要穿 不是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不應該這樣隨便穿 我應該在家裡也是要有一個 家裡的樣子 出門要有出門的樣子 那有一天我就穿了 這一這樣子 我就出門了 他就跟我說 你發生什麼事 我說什麼什麼事 他說 我說沒有 現在就很隨性 就是我就是一個長梯啊 然後裡面就是穿一件這個啊 就這種格子的 對 格子的 為什麼不能這樣 因為它很鬆很舒服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 你是要穿那種 比如說緊身的 這件褲子是反割的 也不好意思說 一樣的 你要不要說 等一下 你確認這件事 我就穿在裡面 那你要 因為你都可以穿 為什麼我不能穿 因為這是for男生啊 沒有 這 就是這樣穿起來很時尚 你會不會覺得很 就是很OK的感覺嘛 那種男友風格 對啊 而且 為什麼不能穿 它很正常 它不露 我想法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求我做什麼 對 比如說你要求我要有什麼 女人的樣子還是怎麼樣 好啊 我也替條件 你去賺錢 好啊 我就穿 你沒有辦法 那就sorry了 我就想要做自己 做你自己 因為衣服是我買的 關你屁事 我穿什麼 對不對 我之前在學校 也是在俄羅斯 就是我看了那個Emma Watson 她就剪了一個短頭髮 像男生的那種短短的頭髮 對 短頭髮 然後我們都在討論說 很帥 很漂亮 我要說好 那我也想要剪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的 對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對 然後我也去剪啊 然後我去學校 大家不在的時候 我的女生朋友說 很漂亮 很帥 好 大家在的時候 她說什麼 你長得像男人 那男生在旁邊就開始講 對啊 我覺得女生 就是一定要有長頭髮 女生一定要有留長頭髮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一定要瘦啊 我想說 你自己瘦嗎 你自己帥嗎 你有胸肌嗎 你自己有賺錢嗎 你喜歡短頭髮還是短頭髮 你是還好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長頭髮 你看 你真的怎麼沒辦法接受 我老婆也是剪短頭髮 我兩個禮拜不跟她講話了 因為妳故意嘛 妳就明明知道 沒有 我沒有故意 怎麼想要故意 妳就是想要輸出 妳明明知道我喜歡長的 這樣讓我不喜歡妳的意思嗎 真正的愛 不會因為女生 是真的 你就是希望這個人 那麼多條件的東西 那個男人的天性 就喜歡長頭髮 沒有 家良喜歡短髮 以前我那個 一個朋友 她老公也是在她面前都說 她喜歡短頭髮 像有一陣子就很流行 對 有一天那個老公歪語 她就被抓到了 那個歪語的對象 就是長頭髮 長頭髮 沒有 眼睛還是跟她 她披肩耶 你為口天下不亂 我只是分享一個故事而已 隨便 不信妳問天人 天人來 妳說 因為我 好啦 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是長髮控 我覺得我自己長頭髮的時候 比較好看 但這就無關說 我要管別人長髮來短髮 做自己 我覺得比較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是 我超不爽 就是有時候看到一些網路上的人 就在那邊批評 不只是我 可能還有其他的一些公眾人物 或什麼 他們就可能會說 太胖了 或者是太瘦了 也不行 太高 也不行 不是像巨人一樣 太矮也不行 她也就說 說那個 對 一下子被人家說老 我就想說 為什麼 我臉上多幾道皺紋 我就是老 我就是沒有行情 那男生呢 男生也會老 男生那個皺紋是智慧 你知道嗎 那女生是什麼 什麼都是智慧 對啊 然後我突然想說 起碼我也是就是生過小孩 然後也是經歷過帶小孩 這一段 所以多多少少看起來 的確是有點疲態 但是我真的非常討厭人家 說我老這件事情 然後比較印象深刻是 就是之前小朋友生病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剛好去工作 然後製作人看到我 他就說 他說天然 我怎麼記得你以前 以前的皮膚是很好的啊 那是要講過以前 對 我想說 誰以前皮膚不好的 然後他就說 以前皮膚很好 現在怎麼感覺 好像 你的妝是浮粉嗎 還是沒有畫好 誰幫你畫的 然後他就說 算了 算了 對妳要求不用太高 真的 這句話 超討厭 生過小孩這麼熱 對 生過小孩 到底怎麼了 到底這麼熱 我就 我就老了 怎麼樣 我就不是二十歲的人 我就已經三十歲了 要怎麼樣了 對 然後可是 我老崩老還沒脫刀 可是 這裡面就還是 沉不住那一口氣 後來我就上網找到一個 小法寶 它就是 直接用喝的 就可以 有禮到外散發女神光 然後今天有帶來 給各位的姐妹分享 來分享一下 女神光 厲害了 我真的覺得製作人是瞎了嗎 你現在的狀況超好的 對啊 因為你不講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身手好 我現在看妳這樣很光穩亮 對啊 妳這一陣子是做了什麼事 有什麼大的態度 我是最近真的超認真在喝 這個是那個 對 然後裡面有那個 嚴選日本殿堂級的 那個膠原蛋白生態 對 然後它裡面 一包就有五千毫克 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只有一千道爾頓 一般膠原蛋白分子比較大 對 這個小 所以它這個就會特別好吸收 對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它裡面有加 超級天然植物多粉 對 然後這些東西都可以 相輔相成 然後讓你就是 有禮到外散發光彩這樣子 不看不知道也看下一跳 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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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最愛的品牌 對的 妳過去都長年喝他們的 真的 電窩也很厲害 人生影也很厲害 真的 對 那個大品牌 你最愛的人生影 我們那個演藝圈 無數人都愛用他們的 然後很多那種貴婦 巨星 對 港星 都是喜歡 他們唯一指定最愛的 對 你也是國際巨星 是 我是為了當巨星才合作 對 因為這樣子 我就跟那些巨星同指 是不是 對 我也是希望這樣 這個是膠原蛋白喔 對啊 怎麼跟我們 我印象之後膠原蛋白不一樣 你們有喝的感覺不一樣 應該是那麼酸酸甜甜的 那種味道 沒有腥味 很清爽 其實真的太多 太多膠原蛋白的產品 喝起來真的腥味 它不像膠原蛋白 它真的喝起來完全沒有 真的 感覺有點像那種果汁 酸梅汁 酸梅汁 酸梅汁的感覺 對 然後我剛剛有說 它有女神光的一個原因 對 為什麼會叫女神光 對 因為它裡面這個膠原蛋白 是很多 就是專門用的 喝起來就是有那種 貴婦感 很有高級感 對 不過你剛剛講這個膠原蛋白 我們是都懂 那你剛剛那個什麼 超級天然植物多酚 它裡面有四款 超級天然植物 然後有 那它這裡面的 天然多酚 跟維生素C的含量 是非常高的食物 因為維生素C 其實跟膠原蛋白 是很好的一組搭配 因為它可以幫助 膠原蛋白的合成 基本上我們上了年紀之後 就會很像是氧化的蘋果 對 會鮮老 就是因為我們缺乏氧粉 對 它可能會有點皺皺的 或是有點蠟黃 就我們的皮膚會 所以就喝這個的時候 它就可以 從裡到外 可以保養得非常好 然後也會 比較白裡透紅一點點 就是因為有時候 真的臉色暗沉是 連化妝都蓋不住的 對 然後妳怎麼樣擦腮紅都 妳真的是白裡透紅 對 就是現在氣色就真的很好 維生姐妳擦我 昨天睡幾個小時 你昨天嗎 你氣色 對 感覺妳睡得很好 對 感覺妳睡超飽 應該至少六到八小時吧 沒有 我跟妳講 因為最近剛好 剛過了我小朋友感冒的那段日子 感冒 我這一個禮拜 真的每天大概只睡 差不多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因為沒辦法 因為在半夜咳嗽什麼的 然後 我真的沒辦法睡 然後白天又要工作 那妳看 妳真的看不出來 對 其實 氣色超好的耶 一般人如果 讓長時間睡眠這麼少 那個一上節目 坐在那邊都跟得肝病 沒有 真的 整個臉都垮掉 對啊 肝 很多那種市售產品 其實滿多都會添加一些 比較不天然的東西 可能像是那個什麼 雌激素 我聽過有一些是有加雌激素的 對 然後還有加一些香料 讓它喝起來更好喝 可是他們家是 完全沒有加任何的 化學物品 就是非常天然 百分之百植物萃取的 百分之百的植物萃取 對 它真的很棒 然後它還有這個 就是它是 然後像我自己就是 生理期前後 我就很喜歡搭配它 基本上就是 私密保養也能一起照顧到 就是一舉兩得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 曼月莓有夠高的 四萬四千好個 一包喔 你說一包喔 不是一盒喔 是一包 對 它就是一包 它的就是 成分加得非常的大方 所以我就覺得說 女生在讓自己的狀態變好 自己看了開心之外 別人也比較不會去說 你什麼 太好了 好 今天給大家 抱怨那麼多 也紓壓一下 好不好 讓我們女人紓壓一下 對... 男人對女人好 也是對自己好 沒有錯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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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